我爸死了 他开车分神 驶入对象车道 与一辆拖着水泥板的货车迎面相撞 水泥板砸破挡风玻璃 当场把他压得没个人形 医生看了一眼 叹着气劝我节哀顺变 面对他不成人形的尸体 我一天之内给他消互火化 请长辈们吃了顿便饭就当是葬礼 第二天 带上他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 办理变更登记和过户手续 合法继承他名下所有存款 不动产以及部分股权 全程没产生任何纠纷 当初我妈跳楼自杀 她一直没再娶 尚没有老 下只有我一个 小我便是财产唯一继承人 可怜王以苦心孤意勾引我爸婚内出轨 又与他辛苦耕耘数年 只等生孩子领证 如今孩子刚怀上 我爸却变成一堆灰 为了感谢王姨费尽心思 把我扔到国外 数年不闻不问地精心照顾 我当即拨通电话 取消订的月子中心 护理产妇这种事 当然要亲自动手 还有王姨住的庆华社区 我直接带上律师登门 令他三天之内搬走 他急得差点跳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成烟 这是你爸的房子 你有什么资格要我走 你爸可说了 只要一结婚 就立马把这套房过到我名下 他掏出手机给我爸打电话 始终提示无人接听 他扑过来要打我 我侧身让开 又怕他收不住力摔坏孩子 好心拉他一把 毕竟现在 还不是他流产的时候 他的指甲陷进我的手臂 滑出一道长长的印子 我眉头也没皱一下 毕竟比这更痛的时候 可太多 那三天时间很快过去 我带着律师和搬家公司的人 去收房 他却连门都不开 我早有预料 开锁师傅也一并带过来 八百块的师傅 手艺就是好 三下五除二就把高端的电子锁弄开 我带着人进屋 指挥着这台大电士给我搬走 那边几个柜子都搬走 这可是黄花梨木的 柜着呢 其他不用搬 贴上封条就行 反正这套房我也要卖的 王秀芬气得直发抖 冲过来扑打我 我闪身躲到一边 他见我爸电话依旧打不通 在门口大声哭叫成海啊 你的女儿返了天 要把我这怀孕的后妈赶出家门了 这世上还有没有王法 有没有天理啊 看来他仍不知道我爸的死讯 也对一个养在外头的女人 这么多年又没领证 谁会特意通知他 周围的人纷纷出来看热闹 听说我把孕妇赶出门 都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有个大爷出来劝道小姑娘啊 人做事不能太绝情 别人还怀着运呢 你就这样把人赶出去滚 我们要无表情地说道 另一个大妈开口黑 你这小姑娘看着也是读过书的 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 关你屁事 严谨一该 王秀芬见道德绑架没用 冲过来一把推开我 趾高气昂 我告诉你承烟 这套房很快就是我的 你得益不了多久 再闹我就报警了 不用你动手 我在开锁的时候就已经报警了 采取暴力手段 非法占有我的房子 我不仅要报警 还要起诉你 没多久警察就过来了 周围的人纷纷替王秀芬打抱不平 说我没素质 心狠手辣 一看就不是好 人 王秀芬一直都是住着的 都住几年了 这个小姑娘今天第一次过来 就要搬人家东西 还骂人礼 王秀芬也来劲了 冲过去对着警察哭诉 他搬走我的东西 还要把我赶出去 我怀着运不是对手 你们可不能由着他胡来 警察看着我 目光十分复杂 他打开执法记录仪 警告我 你说的话 我们可是会记录下来的 注意态度 我挥手示意律师上前 律师拿出各项证明 摆在警察面前 警察核对半天 尽管各项证据都表明 我才是房屋所有权人 他依然半信半疑 原主不是上海吗 为何突然变更 这个呀 我低着头掐一下自己大腿 以免笑出声 当然是因为他死了 我合法继承的 王秀芬一下子慌了神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待了片刻 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 飞快跑过去打开柜子 东信的成烟 柜子里的东西呢 他在没有刚才的圣券在握 冲我歇斯底里的叫 我指指地上的塑料袋 你的东西都放里面了 要不点点数 趁着警察都在这 你点清楚 省得事后讹我 我特意把警察两个字 说得很重 他装模作样地 打开塑料袋查看一番 说到没少 没少柜子里 他要找的那样东西 现在就在我包里 可他敢让我拿出来吗 我故意当着警察的面问道 要是规定时间 他不搬走 我可以起诉吧 起诉了他还不搬 是不是法院的人 就会来强制执行 亲自把他赶走啊 警察确认我是房屋所有者后 态度变得很好 说到基本上是这样 王秀芬仍不死心租 得这房子是我向上海租的 我直接朝他伸手 东西拿来 王秀芬蒙圈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王秀芬你这么大个人了 不会不知道租房要签租房合同吧 你要这么喜欢这房子 把合同拿来 我继续租给你啊 我笃定他拿不出来 就算盛海珍和他签租房合同 他没有经济来源 也不可能交租金 我还可以按照合同内容追讨租金 见他不支声 我继续问道 这里的租金一个月一万 你要租吗 租的话 我现在就你合同 咱俩就在警官的见证下 把字签了 警察对于王秀芬的胡搅蛮缠 已经失去耐心 临走时急言吝啬 把他教训了一顿 周围的人弄清来龙去脉 都鄙夷地看着他 他是面子里子一个也没正道 王秀芬说道 你别得意 要是盛海还在 不会让你这样胡来的 刚才就说他死了 警察面前我还能说假话不成 不过你得当心 头七还没过呢 他一向舍不得你娘俩 只不定会特意回来 带你和孩子走呢 王秀芬打了个寒战 你别张口闭口 他死了他死了 他可是你亲爹 嘴巴放尊重点 你还知道 他是我亲爹啊 我冷笑 你让他把我扔在国外那么多年 不闻不问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起来 他是我亲爹 我把复印的死亡证明 扔到他脸上 就当是为你好 最后奉劝你 安安分分地 别抱着盛海 还能死而复生的希望了 王秀芬盛海的死 只是一个开始 身心俱疲地回到家 我从包里 拿出王秀芬 要找的那样东西 把他锁进保险柜里 我坚信本子里 有关于五年前 那件事的秘密 但我现在实在 没有勇气翻看 五年前 我妈死在 要和我爸离婚的前两天 我爸回家越来越晚 我和他碰面的次数 也越来越少 有一天 他们爆发了我记忆中 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我妈大吼着上海 我们离婚 我成全你和王秀芬 那个贱人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你和他尝命 可我妈没等到那一天 她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抱着我奄奄 妈妈想吃草莓 你给妈妈去买点好吗 妈妈吃了草莓 心情就会好了 我一心想让她高兴 拿着钱飞奔出去买草莓 在回去的路上 我想象着妈妈笑的样子 只要妈妈心情好了 我们一家人就能回到以前 当我回家时 只见四周围满了人 他们看到我都发出同情的声音 她就这么跳楼了 这孩子没了妈多可怜 我挤开人群来到中间 我妈躺在地上 我呆呆地拿出草莓 味道她嘴边 故作轻松地说妈 你吃一个吧 我特意买回来的呀 可她不张嘴 也不笑 她再也不会温柔地抱着我 叫我奄奄了 待在国外的时候 我如同强迫症一样 每天回忆着她是如何死在我面前 一遍又一遍 直到我必须听着她生前的声音 才能入眠 我特意学了心理学 分析她在当时的情况下 因为外公的死患抑郁症自杀的可能 可越分析 我却越觉得她的死有蹊跷 只是苦于这么多年 找不到任何证据 在王秀芬那般柜子时 第一眼我就觉得这个本子不对劲 谁会特意把一个普通的本子 藏在衣柜里 电话铃声响起 我看也没看就接起 承烟我哥尸体呢 我皱着没把听筒拿远 一看号码 是小叔小叔 你回来晚了 我爸已经被火化了 承烟 你个白眼狼 谁允许你把我哥火化的 我们这边人死了 都是要运回老家土葬 你这样是要天打雷踢的 小叔土葬不就是为了留个全尸 但我爸死得七零八岁的 拼都拼不起来 土葬也没什么意义 想到我爸的死状 我就忍不住高兴 比我妈还惨 这才叫死得其所 你要是见了她那副惨状 不知道的多伤心 火化了对大家都好 那我哥的遗产呢 我怎么没有 是不是你一个人独吞了 果然是为了这事 我毫不犹豫挂断电话 直接关机 没想到第二天 小叔亲自找上门 他在门口大叫承烟 你个白眼狼 你出来 你凭什么一个人独吞我哥的遗产 你给我个说法 承烟你开门 再不开门 我直接砸了你 独吞我哥的遗产 当心我去告你 本来早上就心情不好 看着这小叔就更来火 我爸当初没少帮他 要钱给钱 要工作给工作 堪称南板伏地魔 结果我在国外 有困难找不着他人影 现在一听说有好处 他就跑得比谁都快 当初王秀芬看我不顺眼 让我爸把我送去国外留学 正中我爸下怀 说是留学 他们亦没跟我商量 二没给我一分钱 我就像个多余的垃圾 被扔到国外自生自灭 我背负着对妈妈的愧疚 再加上语言不通 客业繁重 经济压力压得孤身一人的 我喘不过气 每天闭上眼都在想 如果就这样死掉 该多好 可第二天还是会睁开眼 我走投无路 只能向小叔圣阳求助 一向慈眉善目笑着叫我烟烟的小叔 却严厉地对我说 承烟 我家什么条件你不知道 哪来的钱工你 晦气东西 不等我多说一个字 他就撂下电话 我不得不对着镜子练习微笑 我不得不开始交朋友 幸好在这边留学的华人很多 他们都十分乐意帮助我 我渐渐能够和当地人进行日常交流 课余的时候 我去朋友介绍的地方打工 时薪很低 但只要能吃饱就行 听不懂的课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学 一次又一次地问 可总少了点什么 我死又死不掉 活也活不好 我戴着耳机 一颗又一颗地吃着草莓 把妈妈生前的视频 一遍又一遍地看 小叔还在门口叫骂 我懒得理他这个法盲 直接报警 警察同志 有人在我家门口辱骂 并威胁我的人身安全 你们快来 没过一会 门外安静了 传来一阵敲门声 我接起可视电话 对方亮出证件圣女士 我是警察 请您开门 小叔控诉我 侵吞了他的那部分遗产 因为他一个字都没见着 一听他这话 我火了拍桌而起遗产 你知道什么叫遗产吗 法律规定 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 你算哪根葱要来分遗产 你以为是从地上捡钱的见者都有份 警察询问小叔 你有上海的遗嘱吗 有遗嘱的话 遗产应当按照遗嘱继承 我看着小叔眼珠子一转 就知道他要放什么歪屁 小叔我先告诉你 伪造遗嘱构成诈骗是犯法的 我爸已经不在了 你别逼我把你送进去 最后事件 以他被警察严肃批评结束 我以为他会就此消停一段时间 没想到 我还是低估了金钱对人的诱惑力 我正在翻看 从王秀芬那柜子里顺回来的日记本 那页署名是我爸 我一页一页翻看着 始终没有找到五年前我妈自杀的真相 本子里所记载的 都是一些极其普通的事情 我爸昨天给王秀芬买了啥 今天谈了什么大单 这些信息到底有什么蹊跷 能让王秀芬在听说我爸去世后 第一件事就是要这个本子 更奇怪的是 本子每一页都只书写了正面 反面全空着 真相到底被藏在哪里 我耐下性子 回忆起在国外发现视频问题的那天 就是那天 我照常听着妈妈的声音入眠 隐约听见一个很模糊的声音 只能让她死 我按下暂停又倒退 戴着耳机把声音调到最大 真的心脏都开始发颤 我反反复复听了三遍 确定不是因为精神崩溃而幻听 我连忙托朋友帮我分离音频 试图听清那个声音是谁 到底要让谁死 几经波折 朋友把分离出来的音频发给我 我颤抖着手戴上耳机 拜托一定不要是我想的那样 赵燕燃开始收集她爸死时的证据了 我现在处境很危险 然后是沙沙声 没办法的话 只能让她死 我爸的声音透着令人胆寒的恨意 而赵燕燃是我妈的名字 我顾不得上未完成的学业 从牙缝里挤出机票前 回国一探究竟 没想到回来才几天 我爸就凉了 我正好赶 上继承遗产 外面的敲门声打断我的回忆 我赶紧把本子锁进保险柜 承燕女士 你被指控涉嫌谋杀 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眼皮一跳 用脚趾投降 都能猜到谁在搞鬼 看着眼前熟悉的警察 我沉默不语 乖乖跟着去警察局 我倒要看看 小叔又要整什么活 到了地方 不仅小叔在 王秀芬也在 我有些头疼 这两人搭上线 能干什么好事 王秀芬扑过来就要抓我 我连忙躲到一旁 警察在这呢 你孩子掉了 可不能讹我 我不背这种黑锅 王秀芬边哭边骂 我孩子好着呢 哪这么容易掉 你个白眼狼 少在这里诅咒我 晦气死了 嫌晦气 你还不离我原点 靠这么近 当心我把晦气过给你 你几晚就死 警察过来示意我们停下 然后把我带到审讯室 他表情严肃 扔出一张银行流水给我 问到你的小叔 盛阳提供了 赵氏司机的银行流水 车祸前三天 你为什么会给他转账 我接过仔细查看 找到从我账户转出的那笔钱 仔细回忆了一下 达到警察同志 这笔账虽然是我转的 但我给他转账 是为了结算运输费和装卸费 还在狡辩 警察一拍桌子 气势汹汹地瞪着我 警方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 我那天跟爸吵架 决定搬出去住 东西不多 我就没叫搬家公司 找了这个师傅帮我搬运 当天很多人都瞧见了 我无辜地坐在椅子上 装作被吓到的样子 警察同志 水满凶杀人 只需要五千块 穷疯了吧 而且我爸当时死状多凄惨 你看新闻也能猜到 不赶紧火化 难道留着下人吗 什么五千块 你明明转的五万块 我翻找一会 把手机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 找到那一天 展示给坐在对面的审讯人员看 真是五千块 我小叔这个人吧 有时候是喜欢无中生有 他的眼睛瞬间睁大了 满脸都是无法掩饰的愤怒 这个盛阳 犯法都犯到警察头上来了 他们把小叔和王秀芬叫过来 面色阴沉地问道 是你们俩人指控盛烟女士谋杀对吧 王秀芬说道是啊 是不是都查清楚了 我就说他不是好人 连自己亲爹都下得去手 盛阳也说道我 咨询过律师了 他涉嫌杀害我哥 丧失继承权 现在第一顺序继承人都不在 遗产应当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那些钱都是我的了 他又转过头 恶狠狠地瞪着我 承烟 你花掉的部分都得原封不动还给我 我默不作声 直到警察给他俩一人赠送一副银手镯 他俩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盛阳王秀芬 你二人伪造证据 诬告盛烟女士谋杀 构成诬告陷害罪 现依法将你二人逮捕 我又想起我妈在离婚前和我爸的那一次争吵 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和王秀芬偿命 妈妈我会完成你的愿望 可惜王秀芬没两天就出来了 他确实没参与伪造证据 只是听说我被指控谋杀 屁颠屁颠跑去凑热闹的 承杨的实打实地关一段时间 他也是蠢得可以 都找律师咨询遗产继承的事了 就没问问伪造证据犯不犯法 没过几天 我收到了律师函 王秀芬主张 他和我爸虽然没领结婚证 但具有适时婚姻 而且他肚子里怀有我爸的孩子 他和孩子都应该继承部分遗产 我直接带上年薪几十万的吞金兽律师 在开庭前准时抵达 适时婚姻 他可真会想 他跟我爸一枚半婚礼 二枚长期一起生活 尤其我爸和他搅和在一起 遭到各路亲戚坚决反对 所以他俩对外从不以夫妻自称 周围群众认可他们 适时婚姻了吗 他俩最多算非法同居 果然在传唤证人 结合相关证据 以及我方律师的据理力争 法院认定王秀芬和盛海 适时婚姻关系不成立 也就是说他不是配偶 没有继承权 那孩子呢 我肚子里的孩子可是上海的 都说我怀的是个男孩 那他总该有继承权吧 都2023年了 还不知道继承权不分男女吗 能证明亲生就有继承权 证明不了 一分没有 我不禁为王秀芬的愚蠢发酵 提醒你哦 可不要像我小叔一样伪造证据 下场你也看到了 下次开庭在五天后 不过就算再给他五十天 我也不着急 我爸横竖已经被烧成一堆灰 就是大罗神仙来了 也没法让王秀芬肚子里的孩子 跟他做这个亲子鉴定 要是这种官司都能打输 我就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位 吞金受律师了 王秀芬在亭外大放厥词成烟 你得益不了多久 那遗产我是必须要分一份的 我方律师已无法确定 王秀芬怀的是 上海的亲生孩子为由 拒绝他的孩子 以子女的身份继承上海的遗产 王秀芬拉了拉他的律师 高声说道 你快把东西拿出来啊 咱有亲子鉴定报告的哦 我来了兴趣 他至今连我爸的灰都没见着 和谁做的亲子鉴定 法官接过报告 又放下说道 证据无效 王秀芬不服 怎么就无效了 这上面明明说的是有亲缘关系 爱你这法官怎么当的 律师连忙捂着他的嘴 拉他坐下 我早跟你说了 和程阳 做鉴定是没用的 继承遗产要证明的是父子关系 父子你明白吗 我也明白了 感情他没法跟我爸做鉴定 就找了小叔的样本 我好心给他解释 亲缘关系只能证明 你肚子里的孩子跟程阳是亲戚 不能说明就是我爸亲生的 王秀芬看着我 两眼放光 扑上来就要揪我头发 我确实错了 我应该拿你的样本去鉴定 你是这孩子的亲姐姐 用你的样本鉴定出来 就一定能证明 他是上海的亲生儿子 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我亲自动手 揪下一根头发递给他 他忙不迭地接过 你爱花冤枉钱就去花吧 我和你肚子里的孩子 又不是一个妈 你怎么鉴定都没用 但是你把钱花完了 应该就没精力折腾我了 所以这根头发赏给你 你去吧 王秀芬气得脸色 铁青剑硬得不行 干脆改走怀柔路线 这可是你爸在这世上 最后的骨肉 你真就不心疼他吗 他怎么说 也是你们盛家的血脉 怎能流落在外呢 我也假惺惺地对他说道 我好心疼哦 但也不是我让你怀的呀 谁让你怀的 你找谁呗 王秀芬气急败坏 我突然想起个事 对他说道 对了 你已经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了吧 我前几天把房 卖给了一个放高利贷的大哥 他说 后天就搬过去住 王秀芬指着我 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你然后两眼一翻 晕倒在地 我以为王秀芬会从此消停下来 却没料到他还有后招 我对着日记本整日冥思苦想 始终没有答案 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出去旅游几天回来 发现自己在网上火了 一名记者把话 捅递给躺在病床上的王秀芬 问他为什么一个人来住院 孩子的爹怎么没来 其他的家人呢 王秀芬病奄奄地回答 孩子爹承海车祸去世 他大女儿承烟把遗产全占了 一分钱没留给我们娘俩 还把我从上海的房子里赶出来 更别说来看我们了 记者问那你以后怎么办 这时 婶婶牵着瑞瑞入境 说道 我是上海弟弟的老婆 他肚子里怎么说 也是上海的骨肉 他承烟没良心 可我们做不出人一死 就六亲不认的事 准备把他接到我们家里养胎 记者皱眉问道 你自己也还带着孩子啊 你老公呢 怎么没来 婶婶没说话 倒是瑞瑞开口 爸爸和堂姐吵架 堂姐让警察把爸爸抓进去了 因为堂姐很有钱 大家都听她的 婶婶好似这时才反应过来 拽了下瑞瑞 骂道别瞎说 然后又对记者说道 小孩子不懂事 瑞瑞对着婶婶哭道妈 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爸爸呀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得不说我看得都潸然泪下 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 收留另一个怀着孩子 无家可归的孕妇 多么的伟大 多么的令人动容 孩子的质问和眼泪 不禁让人心都要碎了 如果当事人不是我 我高低要给他俩居一把同情类 家事肯定不能回了 现在不知有多少记者蹲在社区门口 我正用手机浏览酒店 就接到婶婶打来的电话 燕燕对不住啊 我没想到那个记者 都没有把你的名字等信息处理一下 给你带来麻烦了吧 没事的婶婶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俗 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她态度这么好 我也不能随便发飙 万一被录音 我岂不是成了不占礼的那一方 燕燕我看王秀芬 那样子实在可怜 你爸的遗产不少 不如你就给他分一份吧 就当买个清净 省得他一直缠着你要 果然没憋好屁 婶婶那遗产不是我不给 你让我给也得有理由啊 我还以为婶婶打电话 是安慰我的 没想到你也站在王姨那边 王秀芬夺过电话 叫骂圣燕 我给你下最后通牒 明天我见不到遗产分割单 你就等着瞧 那还有半分 躺在床上病奄奄的样子 一夜之间 网上到处都是我的个人信息 我和婶婶的通话录音被爆出 许多人骂我绿茶白莲花 我的所有社交账号下都充满恶评 我的照片被人辟成遗照 就连我在路上投食一只流浪猫 没把她带回家都成了被人攻击的理由 我继承遗产后将继母赶出家门 联合警察拘留小叔的事迹 人人皆知 事迹恶毒心机女顶级绿茶 像标签一样牢牢贴在我身上 我放下手机不看不想 直到有人在我的账号里 找到我妈生前的照片 并把我妈的照片剔成黑白 和我的遗照放在一起 她洋洋自得地评论 她妈很早就死了 难怪她这么恶毒 原来是没妈教啊 哈哈哈哈 你妈不会是发现你这么恶毒 觉得生你有罪才跳楼自杀的吧 死马仔你也赶紧自杀去陪你妈呀 我紧紧攥着手机 几乎将她捏碎 连日的舆论压力 疯狂谩骂都没有将我击垮 可我不能忍受我妈去世五年 还要被人拿出来经受这样的侮辱 本来出去旅游 是为了让王秀芬放松警惕 露出马脚 方便找到我妈当初自杀的线索 上天却送我一个大礼 让我破解了日记本的秘密 当时天降大雨 我整个人被交了个透心凉 回到酒店来不及唤喜 我赶紧用吹风机把本子吹干 没想到随着温度升高 原本空白的反面显现出字迹 我一晚上看完了所有内容 心也渐渐变老 我知道我爸当初一穷二白 完全是娶了我妈之后 靠着外公扶持才把生意越做越大 我知道他出轨王秀芬 经常和妈妈吵架 妈妈性格刚强 不肯服软 两个人越走越远 我也知道他对妈妈所谓的爱 根本抵不过他那可笑的自尊 但我没想到 是他亲手杀了外公 是他带着王秀芬在家鬼混 被外公无意撞破 外公气得心脏病发 他不仅不叫救护车 还拿走外公的急救药 也是他在我出去买草莓的时候 和妈妈因为外公的死争吵 失手把他推下栏杆 我回忆着音频里 他们一句只能让他死 语气很利 仿佛他不是妻子 而是积怨已久的仇人 他自欺欺人 在日记本里都推脱着罪责 尽管他在每一夜的反面 都写满他的忏悔 他的愧疚 他的夜不能寐 可他依旧毫不留情 把我扔到国外不闻不问 只是因为害怕我 迟早有一天会查出真相 下地狱向我妈忏悔吧 人渣 我终于忍无可忍 准备好所有材料 在社交平台发布公告 下午三点将进行全网直播 连日以来收集证据 对抗心理压力 就已经让我憔悴不堪 但幸好一切就快结束了 直播间人很多 都抱着看我垂死挣扎的心情进来 恶意的弹幕满天飞 无非就是叫我去死之类的 我不在意这些 我只在意我妈 她就算死了 也不能因为我背上任何骂名 我直播实现放出判决书 是小叔圣阳伪造证据指控我谋杀 被认定为诬告陷害罪 我面对镜头解释继承法 如果小叔对于我谋杀的指控成立 我会因故意杀害 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 那么他自己就会继承全部遗产 且诬告陷害罪不是我起诉的 是他伪造证据被警察发现 人还没走出警局就被逮捕 我放出瑞瑞的视频 至于瑞瑞说是我和小叔吵架 用钱让警察把他拘留的事纯属捏造 我直接在直播间声泪俱下 婶婶那瑞瑞年纪小 我不可能和他计较 难道你也不清楚事情的真相吗 我不明白我们同为圣家人 为何你能看着我被人网报 而一直不出来澄清 此时直播间的恶评已经少了许多 原本辱骂我的人意识到自己被当枪使 纷纷在直播间向我道歉 这时一位名为圣烟惊天 死了妈的网友请求连线 他开口直接质问 那你把怀着孕的王秀芬赶出房子 这总该是事实吧 要不是你爸出意外 他都跟你爸结婚了 他辛辛苦苦伺候你爸这么多年 结果你爸一死就把他赶出去 你爸知道了不会从棺材板里跳出来吗 我不多言 直接把照片显示在众人眼前 和我连线的男人一下慌了神 不可能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 照片上显示的 是王秀芬和一个男人举止亲密 正是面前和我连线的这个男人 照片有很多 搂抱的亲吻的牵手的 展示完照片 我又将两份判决书展示出来 一份是王秀芬 与上海事实婚姻关系不成立 另一份 是法院不认可王秀芬肚子里的孩子 与上海的父子关系 我面对镜头说道 如果这个孩子真是我爸的 我不仅立马分割遗产 还会把王姨好吃好喝 接进门伺候 可这孩子 要不是 我爸知道我用他的钱 养大别人的孩子 才会真的掀开棺材板跳起来 哦不对 我爸没有棺材板 我知道 王秀芬还有别的男人 毕竟我出去旅游几天 我的私人侦探可没走 一席之间 网络舆论反转 我一下子成了父母双亡 被亲戚陷害 惨遭网暴的可怜人 之前那些在我社交平台口出 恶言的网友 纷纷向我道歉 只是恶女成烟的话题 还挂在热搜 难免显得十分滑稽 那个和我直播连线的男人 连夜注销账号 最初发视频的记者 也被网友谩骂 在发布道歉视频后 永远地离开这个行业 至于起诉和赔偿的事 我全权交给律师处理 因为我还有其他事要做 我找到那个对我妈 出言不逊的账号 她已经删平了 但没关系 我有截图 我在她账号里 找到她官宣的女朋友 听说年底俩人就订婚 我将她女朋友艾特出来 附上她的恶评截图 劝她女朋友再考虑一下 世上男人那么多 没必要飞 找她意外的是 那个姑娘连声感谢我 说在平时接触时 就对这个男人 有种直觉上的不舒服 但又说不出来 我把证据递到她手上 她也正好有 聚婚的理由 男人私信放狠话 威胁我 承嫣是吧 你给我等着 等了两天 我等来她的道歉 承嫣大美女 我知道错了 真是非常非常对不起您 我不应该对您去世的 家人口出恶言 希望您能原谅我 帮我劝劝女朋友 她现在执意要分手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家里人交代 我没理她 截个图反手又把她挂出来 让广大网友在线看笑话 数名热心网友冲进她的账号 只差没把她家有几只蟑螂扒出来了 她还关注了男童的话题 和这个姑娘在一起 难保不是骗婚 难怪话里话外还说不知道 怎么跟家里人交代 原来不好交代的不是分手 而是自己的兴趣向 王秀芬生完孩子给我打来电话 她一直以为能用孩子 在我这里分到遗产 不舍得打掉 等上次的网报事件过去 孩子因为月份太大 已经不适合隐产 深深见她从我手中分不到遗产 当然没有收留她 她在那个男人家里又住了一段时间 孩子出生后和男人做了亲子鉴定 排除父子关系 男人见证不到任何好处 当即把她赶出家门 她没办法 只能又赖上我 承烟 是不是你把我订的月子中心取消了 我们娘俩现在无处可去 我告诉你 你得负责 可以呀我负责 金玉社区一千零一 你过来吧求之不得 最开始我就说了 护理产妇这种大事我要 亲自动手 可我还没完够 她就自己抱着孩子跳了楼 我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 冲进她住的屋里 回收并销毁了所有的微型摄像头 则真脆弱 不就是每天晚上在她耳边360度 环绕播放我妈的录音吗 这么大的人心理承受能力未免太差了 就是可怜那个孩子 我本来是想让她再多活两年的 没想到王秀芬临走 也要把她带上 王秀芬死在和我妈一样的地方 妈如果你在天有灵 女儿帮你报仇了 当初在国外发现视频不对劲 我就知道我妈的死和盛海脱不了干系 可等我悄悄赶回国 我妈生前收集的所有证据都烟消云散了 我爸在吃饭时撞似无意地说 过几天要和王秀芬领证 我怒不可遏 把饭菜掀到地上和她炒 是啊你又有老婆了 那我呢 你还我吗 她捂着心口 显然这几年在王秀芬的精心照顾下 她身体越来越差 只要情绪波动过大 心脏就会难受 我决定搬出去自己住 在开车途中 我发现司机师傅遇到强光时 会下意识闭左眼 我问到师傅 你眼睛有什么问题吗 师傅说我左眼这几天有点不舒服 一背光刺就怪痛的 不过你放心 不影响我开车和搬东西 我肯定给你把东西弄好 我点点头 在搬东西时 师傅接了个电话 下午两点是吧 水泥板拖到家一建财场 好的好的没问题 我和师傅搭讪 师傅生意好啊 这是个大单吧 应该能赚不少 是啊 赚点辛苦钱 后天拖水泥板 跑完这趟就去看看眼睛 我笑了音 为我从没想过机会来得这样快 到了那一天 我爸照常开车去庆华社区看王秀芳 我给他发消息吧 那边路堵了 你走建财场那里车少一些 你想和王姨结婚就结吧 我不该过多干涉你 我看着手机上代表 我爸车辆的红点 如愿改道 在靠近建财场时 我拨通他的电话 接通后 我没出声 只是播放我妈妈的录音 盛海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你和那个贱人偿命 然后电话那边 响起刺耳的刹车声和巨大的碰撞声 爸爸再见 一切尘埃落定 我向山区捐赠继承的所有遗产后 走进警局 伤害他人便要付出代价 我秉持这个原则 宋盛海和王秀芬去地狱陪葬 但我永远不会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看到教官的那一瞬间 我差点吓傻了 这是什么鬼 葬身大海的死鬼 现在活过来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幻觉 都是幻觉 肯定是长得像而已 我边想 边深吸一口气 抖着手伸了出去 教官 真是不好意思 初次见面 我家孩子就给您添麻烦了 我自认为礼貌又小心 教官肯定不会跟我继续计较 可教官却是冷笑了一声 初次见面 我微微一正 他不顾周围人多 直接一步步地走了过来 俯身 那张熟悉的俊脸离我极尽 淡淡地造脚味香香的 但此刻我却觉得压迫感十足 他盯着我 脸色冰冷 薄唇 清起时 一字一顿 苏然 分手五年 你儿子都要上小学了 不给我个解释 解释什么 我猛了 随即身子一僵 脸色 刷得一下就白了 他他他 他是僵尸 僵尸 没死 我惊恐地看向周围 渴望从别人那里找到 些许安慰 可惜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一个人 害怕地瑟瑟发抖 而周围的教官 都 刷刷刷地看了过来 脸上全都是八卦的表情 分手五年 孩子小学 老大 你被戴绿帽了 语气一个比一个兴奋 却直接让我清醒了过来 是啊 分手五年 孩子都要上小学了 这听起来很荒谬是不是 但TM的 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呀 我二十出头的美少女 当了接盘侠 这孩子的亲爹 怎么还开始质问我来了 有没有天理了 我越想越气 不等我开声反驳 就听到他冰冷寒怒的嗓音 你把我教你的拳脚功夫 教你儿子了 苏然 你有种 我抱着儿子 狠狠地瞪向江思 渣男 帮他养了三年儿子 当爹又当妈的 这人还误会我教儿子打架 这明明就是他死前自己教的 胸口气血翻涌 我话不过脑直接回怼 我儿子基因天生会打 你不要乱碰瓷 嗯 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更多了 感受到那些八卦的目光 我顾不得想太多 赶紧善善地倾壳两声往回找步 毕竟我的好大儿还要在这儿参加夏令营呢 教官 我的意思是孩子到了您手里 犯错了您直接教育就行了 江思挑眉看着我 眼中还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冰冷 我费姐帮你养孩子 你还冷冰冰地看着我干啥 但大概是谈恋爱的时候习惯了 江思一这么看着我 我就一阵阵地心虚腿软 那教官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哈 这孩子已经知道错了 逃出江思视线的那一刻 我浑身轻松 然而十分钟后 我又回来了 这训练场太大 找不到出去的路了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我正好听见其他教官们八卦 老江 你可以啊 前女友 刚才说随你了 那孩子不会是你的吧 江思面 无表情地看了看说话的人们 轻轻地吐出两个字 不是 偷听的我 自己的仔都不认了 这是什么绝世渣男 我气得转身想走 却被其他教官眼尖地看到了 其他人一喊 江思拧眉 漫条四里地朝我走了过来 到无人之处 江思双手环臂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似乎看到他嘴角轻勾 好像心情不错 想和我解释一下 说吧 我 我说你个大头鬼 我强忍着翻白眼地冲动 提出诉求 江教官 我找不到出去的路了 能麻烦您送我一下吗 一瞬间 江思的脸一下子又沉了下来 五年了 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江思撂下一句话 就大不留心地往前走 我意不意去地跟在后面付匪 我的长进不在任路上 都长到给他带娃上去了 江思 你能不能慢点走 江思胳膊长腿长 每次和他一起走路 我恨不能跑起来 谈恋爱时 我只要这么一喊 江思就会停下来牵着我 然而现在 江思的身子 僵了僵 微微地侧目着看我 不会跑起来 麻烦 我在他身后 张牙舞爪了一番 偏步 我故意放慢了步子 但看着眼前 越来越短的距离 我没忍住 撇了撇嘴 算江思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良心 江思 儿子的事 你到底怎么想的 眼看到了校门口 他什么话都没说 我忍不住开口问了 我问得很诚恳 可惜 他连眼神都没给我 转身就走 这是生气了 我彻底地惊了 我都没生气 这人生什么气 莫名其妙 我和江思的渊源 颇深 学生时代的时候 就在一起了 后来我因为年轻不懂事 因为一些小事 就非要闹着跟他分手 那时候江思有骨气 转身就去当兵了 两年后回来 直接把我堵在了楼下 他恶狠狠地看着我 用着最凶的语气 说出最可怜的话 苏然 能不能和好 别逼老子 求你 然后我们就和好了 我住进他家当晚 就看到他家一个两岁的奶娃娃 亮亮呛呛地朝着江思跑过来 八八八 我猛了 江思却坦然地揽着我解释 这孩子没有妈 而且他不是话没说完 他就被急促的电话铃给打断了 后来他神色紧急 拿起东西就要出门 走以前还说 回来会跟我好好地解释 我等啊等 最终等到了他出了车祸 葬身大海的消息 我不信 花了重金找人去海里捞尸骨 整整三个月 一无所获 最终 我把奶娃娃带在身边 就这么犀利糊涂地当起了后妈 回家后 我没忍住找闺蜜吐槽 江思认出来我是前女友 为啥就是不认自己的儿子 还一脸我给他带了青青草 原貌的表情 闺蜜一同分析 难道是太多同事在 不好意思承认 有道理 不过小琪的亲爹在那儿 他在夏令营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默默地点点头 可以听到 亲爹 俩子 心里还有些不是滋味 江思走得匆忙 我也不知道这孩子叫什么 后来就干脆起名叫苏琪了 祈祷着有朝一日发生奇迹 江思能够平安地回来 但他忽然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面前时 我才发现 江思好像变了 他从前哪会用那么冷冰冰的眼神看我呀 见我不说话 闺蜜又伸手在我眼前挥了挥 想什么呢 当年江思走的时候你茶饭不思 大病一场 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 现在人回来了 是不是可以 闺蜜的两个大拇指在一起碰了碰 还笑着用肩膀碰了碰我 我微微猝着眉头 没说话 三年不见 江思还是像以前一样英俊挺拔 甚至经过时间的打磨 他更胜从前了 但 不管怎么说 他都有个儿子 他死了 我当后妈没毛病 他活着回来的话 我似乎有点接受不了 跟他和好 而且 我总觉得 江思哪里有些不对劲 我听了闺蜜的话 以为江思是爱于面子 不好意思认自己的儿子 但是当我看到一个班的黑猴子时 我这心才算是稍微的放下来了一点点 还行 至少不是针对性报复 闭幕式结束后 家长们都带着孩子和教官拍照 毕竟能出现在这里的 这些人都会有些人 多少都有点背景 要是能中了哪个教官的眼 孩子以后的路都能好走不少 而我不一样 我抱歧哉哉 就准直接走人 结果刚迈出去一条腿 就听见一位家长 媒婆语气地说 江教官 你这么年轻帅气条件 又好 有没有女朋友啊 我把家里的表妹介绍给你行不行 嘿 我这腿不听使唤了 怎么走不动路呢 妈咪 咱们快点 我捂上了好大儿的嘴巴 别说话 妈咪打探你亲爹的情况呢 江丝离我不过两米的距离 我侧着耳朵听 不知怎么的 我感觉那道清冷的视线 似乎扫了我好几次 我忍不住握拳 看什么看 赶紧回答呀 不用了 谢谢恩 这还差不多 那家长满心失望地走开 我得意地哼起了小曲儿 正准走人的时候 却发现江丝把我堵了 哼出来的小曲一顿 我莫名地有些心虚 有事江丝挑挑眉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吧 透听被发现了 我转着眼珠找说辞 却没想到我的好大儿的嘴巴这么松 教官 刚刚妈咪说 她在打探我亲爹的情况 我想捂嘴已经来不及了 江丝墨色地 毛子里装满了探究和危险的意味 我刚想开溜 江丝就一把拉住了我的手腕 想让我洗当爹 苏然 你真有本事 江丝在这教官当中格外惹眼 本来受人主目的他这么一拉我 当场就招来了不少人的侧目 我善笑着解释 大 大家别误会哈 我们 我们解决点家事 江丝 接得痛快 说完 就直接拉着我往外走 我家小琪走得慢 几乎已经小跑了起来 我这个后妈看着心疼啊 干脆止住步子 江丝 你还想去哪啊 小琪跟不上你 男人果然不行 一点疼孩子的心都没有 江丝定定地看着我 薄唇清敏着 没说话 下一秒 她忽然弯腰把仔仔抱了起来 现在能走了吧 江丝一手抱着 仔仔 一手拉着我的手腕 我愣愣地跟在后面 看着好大儿 还着江丝的脖梗 眼眶都不自得红了 天知道这一幕 我幻想了多少次啊 到了停车场后 江丝直接把仔仔放进了车里 哎 不等我说完 车门就砰得一关 江丝已在车门上 定定地看着我 说吧 怎么回事 我气笑了 你还好意思反问我 你还笑得出来 江丝向前两步凑近了些 唇角紧绷 额间的青筋都依稀可见 苏然 我一去当兵 你就生了个孩子 你是不是应该和我解释一下 我震惊地指着车里的 仔仔 嘴巴都张大了 你当兵 怎么还学会撒谎了呢 这孩子明明是你抛下给我的 我是孩子后妈 好不好 这下轮到江丝脸色 复杂了 我犹豫片刻后 还是趁机追问 当年你不是 葬身于大海了吗 提起往事 我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 才在一起没多久 江丝就出了事 我甚至都还没来得及 好好地高兴一下 就被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冰水 江丝看着我的神色中 带了几分疑惑 看着他费解的表情 头顶瞬间窜出来了 三根大火苗 江丝 你 我确实掉进海里了 但你怎么知道 我冷笑一声 我怎么知道 我花了五十万让人在海里找了你三个月 怎么可能不知道 大概是我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悲愤 江丝才拧没解释 当年我确实出车祸掉进了海里 但是后来被人救了 你的意思是这孩子是我的 我没这个记忆啊 离离园上谱了 我伸手摸了摸江丝的脑袋 他也没躲 脑子里进水失忆了 所以小齐 真的不是你亲生的 江丝眼中带着试探和茫然 我扶额差点跳脚 我只教过你这么一个男朋友 哪来的儿子啊 怒目之下 江丝居然仰起了唇角 这还是重逢后 我第一次见他笑 三年前 最后一别时 江丝揉着我头发没眼含笑的模样 再次硬上心头 老婆乖 在家等我回来 他喝的奶粉在柜子上 你喜欢的在冰箱里 等我回来和你解释啊 才两岁的小齐在我怀里流着口水 咿咿呀呀的 喜当妈 再次对上江丝的笑脸 我又爱又恨 干脆把脸一扭 总之这是你的种 你要认 和谁生的我就不知道了 说这话时 心里怎么酸溜溜的呢 江丝想了半个小时 都没想起来 当完兵后回来找我的事 就在我快要垮脸的时候 我宰宰奶生奶气地喊我 妈咪 肚子饿 不等我反应 江丝就自然而然地 从车里翻出来一个小面包地了过去 还没忘了撕开包装袋 我看得两眼发猛 江丝看着手里的包装纸 好像比我还不知所措 这家伙从前最不喜欢小孩子的 现在哪怕失忆了 在照顾小琪这件事上 也还有肌肉记忆 很明显 在照顾小琪这事上 她是身体力行的 像当初 江丝刚刚出事的时候 我很难接受自己当街盘侠 但是小琪太可爱了 我难过得大病一场时 她颤颤巍巍地捧着温水 递到我床边 夜里睡醒时 她可怜兮兮地缩在我脚边 半点不曾离开 如果这些都不算什么 那最后所有的防线 都在小琪奶生奶气地 叫我妈妈的那一刻崩塌了 什么接盘不接盘啊 孩子是最无辜的 这毕竟是江丝留下的 唯一血脉 血脉 我眼睛一亮有些激动 DNA 小琪和江丝 齐齐地看着我 虽然我很爱小琪 但是你的孩子 你必须要认 失忆了 就去做DNA 江丝微微皱着眉 万一不是 怎么办 不是 怎么可能不是 不是我给你生八个 亲的出来 走 我们去医院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江丝好像心情似乎很好 三天后出结果 别忘了 刚刚你说了什么 我有点猛 我刚刚说什么了 帮她养了三年的宝贝儿子 我心安理得地 坐她的车回家 然而下车后 身后却又传来一道关门的声音 我和仔仔 齐齐地回头 只见江丝神情自若地跟了上来 我敏唇 还有事 和儿子培养感情 江丝说得理直气壮 抱起小齐就走在了我前面 我 我想把江丝拒江丝抬头 眼中带着坚定之色 已经把人送了进去 两次蓄意谋杀 够她把牢底坐穿 老婆 你放心 这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和小齐 江丝和我食指相扣着 我才勉强地稳住了心神 原来这世上真的 还有穷凶极恶之徒 两个月后 我和江丝亲眼看着那人被判了无期 悬在我心头上的大石头 终于得以落地了 江丝一手抱着仔仔 一手拉着我回家 这样也算是给仔仔的父母一个交代了 回家喽 我忽然驻足 江丝回过头来看我 怎么了 你一手抱小齐 一手拉我 以后肚子里的咋办 姜丝一愣 小齐蹬着腿从姜丝怀里爬了下来 又一脸惊喜地趴在我肚子上 听了听 以后我抱着妹妹 爸爸抱着妈咪 我忍着上阳的嘴角 拍了拍撒住了姜丝 我怀孕了 五年前 我怀了裴眼里的孩子 靠着这个孩子 嫁进裴家 成了他名副其实的妻子 这五年里 裴眼里对我与孩子不闻不问 冷淡至极 三天前 我与他的孩子意外遭遇车祸而亡 他与白月光远赴犀利 携手完成年少时许下的心愿 小池死后的第三天 裴眼里仍未到场 灵堂中的人来了一波 走了一波 哥哥脸上是悲痛惋惜的表情 只有我知道 那都是假的 站在餐厅 倒了杯水 正要喝下 身后传来女人议论的嬉笑声 小孩子都死了几天了 竟然还不见他爸爸回来 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那声音压低了再低 成了气声 陪二哥去了犀利雪山 跟平双一起 那种地方 进去了就没信号 陪家几 他打电话都快要打疯了 愣是一通没接 兴许是故意不接 说话的女人勾唇笑了笑 谁不知道 他是靠着未婚先运进的门 要不是他 陪二哥早跟平双在一起了 在这一生生的嘈杂声中 我最终因为悲伤过度 晕倒在了灵堂上 被为了点药醒来 耳边还是有许多杂音 我头疼欲裂 翻身将脸埋进了枕头中 试图逃避现实 潮湿咸腥的味道扑鼻而来 原来是我这些天掉的泪 眼泪都浸透了枕头 陪眼里却还没回来 吵声随着一道沉重脚步声的出现而散去 人群中似是有人说了一声 眼里你可算回来了 眼里陪眼里不会的 他远在西里跟梁萍霜在一起 他怎么会回来 就算他想回梁萍霜会答应吗 他故意选在小池生日那天 带着陪眼里踏上出国的航班 那晚小池低着头 蛋糕上的蜡烛快要燃尽了 光芒映在他圆润的小脸上 照出他的失落 他是那么喜欢吃甜食的孩子 却一口没动 稚嫩的声音一句一句地问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他不哭不闹 从小就懂事 知道爸爸不爱他 更不爱他的妈妈 这五年里 小池唯一的心愿 就是爸爸可以陪他过一个生日 可到去世 这个心愿都没有实现 身旁的椅子被拖拽开 有人坐了下来 那个味道 是与我同床共枕五年的人 只要他一靠近 凭借他的气息动作 哪怕是一个眼神 我都感受得到 从前我是那样 期盼他的亲近 可心灰意冷后 竟连一眼都不愿看去 陪眼里坐下后 二字很淡 抱歉 又是抱歉 他跟梁萍霜去犀利时 我拦住他的路 拉住他的袖子 祈求 明天再去可以吗 今天是小池的五岁生日 他想要爸爸陪他一起过 结婚这么多年 我自知没资格 要求他什么 毕竟这桩婚事 不是他想要的 可在小池的问题上 我总是想要求 一求的 但毫不意外的 陪眼里拿开了我的手 面无表情 抱歉 平霜再等我了 可他的孩子也在等他 不过 这一次 小池真的生气了 再也不会等他了 周身都很冷 我蜷缩了下身体 头深深埋了进去 陪眼里坐在一旁 他知道我醒着 他是那样敏感多疑的人 这些年来 对我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一是怕我在设计他 二是怕我伤害他的心上人 你醒了 陪眼里的语调中不见悲伤 更多的是急迫 楼下的人已经散了 起来吃点东西吧 他怎么可以这么平静 就好像死的那个不是他的孩子 的确 这么多年 他从没将小池当作是他的孩子 更没将我当成妻子 毕竟如果不是母亲的 算计 我上不了陪眼里的床 当不了陪太太 陪眼里恨我 恨我母亲 他曾称我们是农夫与蛇 想到小池 我又是一阵鼻酸 将脸陷进湿软的枕头中 声音干哑 糊成一片 不住的哽咽 你去看过小池了吗 嗯 看过就好 我努力 克制住了哭声 你出去吧 陪眼里的声音 如清风 照例是那样的轻描淡写 我没接到电话 进山之后 通讯设备失灵 真的 真的 这算是强调 又或是为自己脱罪 不管是什么 我都不在意了 嗯 出去吧 陪眼里没走 对我的态度很是不满 堂知 孩子才几岁 你怎么能让他自己出门 我是孩子的父亲 我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解释 哼 我轻声发出一声笑 接着活动四肢 坐了起来 我这个样子一定丑极了 脸上是泪痕 皮肤上是一条条压痕 眼眶深凹着 双目无神 面色惨白 远看如一具骷髅 反观裴眼里 正经微作 正装出席 一丝不苟 那张脸如寒冰一样凛冽 没有悲伤 没有眼泪 她是审问犯人的警官 而我这个母亲 成了犯人 你笑什么 裴眼里皱眉 反问 我笑你 我靠在床头 脆如纸张 一丝急碎 棱角却还是锋利的 你知道 小池出门 想去哪里吗 裴眼里我注视着 示意 我说下去 他要去找你 他打了很多电话 给你 但没有一次 接通 他说 爸爸可能是迷路 找不到家了 要出去找你 裴眼里迟疑了一下 你没拦住他吗 我可以哄骗他一次两次 但他担心爸爸 趁我 忽然间 我觉得自己 真是又可悲又可笑 为什么要跟他解释呢 我停下来 深呼一口气 是我的错 短短几字 在冰冷的空间中 刮起一场风暴 裴眼里的眼神 附加了一层 沈氏的味道 我迎着他的目光 一字一句道 我错在 不知天高地厚 喜欢上你 又阴差阳错 跟你结了婚 有了小池 错在生下了他 让他受尽了委屈 还没有保护好他 在裴眼里 急剧压迫感的眸光中 我仰起 一笑 最错在不该 对你抱有幻想 一想天开 觉得我们还能 回到从前 裴眼里表情空白 一时间没了话 那一巴掌 挥落下来的时候 我跟裴眼里 都没来得及反应 人是从门外 冲进来的 带着哭腔 与激烈的骂声 打完后 又拽着我的肩膀 你连一个孩子 都看不住 你配做一个妈妈吗 打人的是裴眼里的小姑 她跋扈嚣张 目中无人 一直不喜欢我 更不喜欢小池 她推过小池 给小池吃坏掉的桃子 偷偷在小池耳边说过 她爸爸讨厌她 这会儿的悲伤嚎啕 不过是在裴眼里面前演戏 我麻木坐着 挨了好几巴掌 嘴角出了血 裴眼里这个丈夫 却云淡风轻地 看着 一动不动 眼里全是漠然 过去到现在 在我和小池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她从没伸出过援手 头发被撕扯着 很疼 在一句句的骂声里 我对上裴眼里冷沉的毛子 曾经 我只是摔了胶 蹭破了皮 她都紧张得不行 皱着眉一个劲 问我疼不疼 时过境迁 我在她面前挨着打 她都可以做到冷眼旁观 这么多年来 我对裴眼里 从年少的情窦初开 再到她对我忽冷忽热后 我小心翼翼地吃恋 最后却在一场谋划语推动中 让我跟她结了婚 成了她的妻子 从前我对她有爱 有期盼 还有愧疚 多天来紧绷地闲断了 我突然坐起来 抓着小姑的胳膊 反击回去了一巴掌 她被打蒙了 捂着脸 睁大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个家里 除了裴眼里 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小池更没有 这一巴掌 我应该还回去 去江阳墓园的那天 我带着一脸未削的伤 左侧脸颊红肿 下巴还有几道 被抓伤的痕迹 那天 要不是裴眼里上手 拉开了我跟小姑 这伤性需要更重一些 可裴眼里推开的人是我 坐在车里 寒潮从四面八方袭来 我感觉不到冷 空洞地望着车窗外 裴眼里坐在我的身侧 接着一通电话 是梁萍霜的 小池下葬的日子 身为她的父亲 却一定要在这种时候 接其他女人的电话 她的声调一贯的散漫 但对梁萍霜 有种特殊的耐心 是 还要忙几天 你先回 她 我半侧着身子 感受到裴眼里的眼神 掠了过来 接着递来了手机 萍霜要跟你说话 换作从前 我大抵是要把手机摔出去的 可没了小池之后 再做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在裴眼里压抑的目光中 我笑着接了手机 贴在耳边 屏幕上还残留着裴眼里的余温 过去我是那样 向往她这个人 她的气味 声音 体温 我都想要靠近 可现在只是贴了下 就恶心 梁萍霜的声音 从话筒中传出来 还是那样落落大方 又开怀 唐芝 你还好吗 我没作声 身旁人的气韵很压迫 好似我敢跟梁萍霜说 一句重话 她就会立刻将我赶下车 这种事 裴眼里不是没有做过 还是在大雪纷飞的深夜 我只是当着她的面 跟梁萍霜打了一通电话 警告她不要再破坏别人的家庭 便引得裴眼里大发雷霆 摔了手机 将我驱赶 那夜我在冰天雪地中 走了两个钟头 后来烧了一周 她没来看过一眼 是小池趴在我的床边 稚嫩的小手贴在我的额头 一生生患妈妈 我是为了小池 才活下来的 那个孩子要是没了我 在裴家该怎样立足 可如今 是我没了他 我身体里的气息被一丝丝抽干 失去了追求生存的动力 耳边是梁萍霜重复的问声 唐芝 你没了孩子 还好吗 他声线很弱很低 就是不让一旁的裴眼里听到 你一定很不好 因为你失去了筹码 小池 的确是我嫁给裴眼里的筹码 没有这个孩子 我进不了裴家的门 可没了这个孩子 我留在裴家 又有什么意义 这里不是我想来的 一开始就不是 我动了动肝疼的嗓子 那我还给你 良平双正了 什么 我把它还给你 我又错了 这话不该这么说 抱歉 它本来就是你的 手机顺急被抢过去 裴眼里挂断了电话 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中 尽显利器 你又在跟平双 胡说八道什么 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 可以跟丈夫的情人 说些什么 警告没了 更不会咒骂 有的只是放手 放手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段感情 我无力再坚持 就连这条命 我都不想要了 在一场萌萌小雨中 小池下了葬 墓碑上的照片 是他三岁时拍的 当时约好了 一家人去拍全家福 我与小池到得早 从早等到晚 周围都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人 他们有说有笑 感情和睦 在摄影师的指导下摆动作 在欢声笑语中 更衬的 我与小池可笑 我尚且可以承受 裴眼里的冷带 可小池呢 阴沉的天气 冰冷的墓碑 背上的照片没有效 毕竟那天 小池是在强忍着 失落拍了照 他不想让我不开心 身边有人撑伞 我低头 对着小池的墓碑 祷告忏悔 祈祷他来事 可以有一对 爱他的父母 不要再像今生一样 受尽冷眼 眼前有雨掠过 又有人影走过 像是裴眼里 我撑开沉重的眼皮 看见他的黑色大衣 擦过一道影子 他弯腰 在小池的墓前 放下什么东西 等他站起来了 我才看清 是一套赛车积木 心下一领 我有些不解 当即抓住了 裴眼里的衣袖 他生怕 我当着这么多 亲友的面发疯 低声道 有什么话 回去说 那是什么 我很冷静地问 裴眼里回头看了看 送小池的生日礼物 他之前跟我要的 没来得及 他跟你要的 约好的 被我面上 万念俱灰的神色吓到 裴眼里反手 抓住了我的手腕 怎么了 我腿脚发软 身体里犹如一把刀 在搅着 跌跪在小池的墓前 我的孩子 在生命的 最后一个生日里 分明拿到了 假的生日礼物 却还笑着面对 小池一定知道 那块表是我买来的 可我说是爸爸 送的 他便欣然接受 还笑着说 要谢谢爸爸 他什么都知道 知道这些年 爸爸不曾爱他 连一份生日礼物 都没为他准备过 死后 才收到了 迟来的礼物 可这还有什么意义 家中气氛凝重 裴眼里的父亲 正在等他 老爷子手中 执着拐杖 粗眉紧拧着 对我的语气 倒是柔和 小池 你先上去 我知道 老爷子 这是又要对 裴眼里动手了 裴眼里的父亲 是这个家里 唯一喜欢我 信赖我 支持我嫁进来的人 只因当年 我父亲在危急关头救了他 没了父亲 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 裴家为了报恩 给了我母亲一份保姆的工作 工作轻松 薪水很高 裴父又安排我与裴眼里一所学校 叮嘱他要照顾好我 将我当成亲妹妹照料 裴眼里的确这么做了 可我却不知天高地厚 喜欢上了他 裴父得知裴眼里 在小池的葬礼上迟到 支走了其他人 要对他用家法 保姆跑上来叫我去求情 生思历劫 拖拽着我 先生平时最喜欢你 你去说两句好话 你快去啊 我为什么要去 过去我爱裴眼里 掏心掏肺 他上了挨骂了 我比他还难受 但那都是建立在 我爱他的基础上 后来我日日夜夜 看着他为了凉瓶霜 东奔西走 爱没了 惭愧与自责将我掩盖 多少次我想要带着小池离开 又有多少次 裴父用不满沧桑的双眸望着我 逼声下气祈求我留下 就当是为了小池 就当是为了我母亲的遗愿留下 我不该答应的 卸下了裴太太的行头 我穿着最简朴的衣服 箱子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 都是属于小池的 摘下耳环 放在梳妆台下 确认我没有带走不属于我的东西后 一口气从心底浮上来 这口气顺了顺 我躲开保姆 下了楼 裴眼里这时已经挨了打 跪在地上 手掌撑着地面 咬牙忍耐着 一抬 头 赤红的眸与我对上 可我却没多看他一秒 裴父丢了棍子 走过来 他是我在这个家里最尊敬的人 他为我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教育 让我与母亲有栖心之所 哪怕到了这个时候 我还是感激他的 叔叔 我再次称呼他叔叔 并非爸爸 还记得我进门那天 裴父拉着我的手 放在裴眼里手背上 苦口婆心嘱咐他 小芝是好孩子 你好好带他 就像那天 我跟妈妈来到裴家 她也是这样 将我介绍给裴眼里 小芝以后就是你妹妹 跟你一起上下学 你要照顾好她 不同的是 少年时的裴眼里 尚且可以对我微笑 在学校照顾我 带我去食堂 等我放学 还会拉着我看她去打球 分明球场外 那些喜欢她的女生 都排成人山人海了 她也一定要我去 她那妖妖眼 优秀 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我却普通到了极点 跟在她身边时 总是埋着头 身着朴素 扎着马尾便 校服可以穿到天荒地牢 跟她说话 都不敢看她的眼睛 那样的怯懦内向 不讨喜欢 那时候学校里的人都知道 裴眼里爱跟我在一起 是因为她爸爸欠我爸爸一条命 她人好 不计较我的不合群和木呢 去哪里都带着我 可当梁瓶霜出现的那一刻 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 在球场外看裴眼里 打球的人成了她 每顿跟裴眼里一起 吃食堂的人也换成了她 她是怎么悄无声息 在裴眼里身边冒奸的 我记不清了 只记得一开始 我并没意识到什么 是裴眼里莫名的冷淡 与同学在洗手间的一句 唐之也太没眼力价了 裴眼里都跟梁瓶霜 谈恋爱了 她还像个电灯泡似的跟着 电灯泡 谈恋爱 这几个字 让我对裴眼里望而却步 自那以后 我很有自知之明地远离了裴眼里 借口拒绝了跟她一起吃饭 上下学 就连在家里都避免跟她见面 可当我跟男同学一起出现在食堂时 她又找了过来 站在餐桌旁 用她居高临下的眼神 审视着平民一般 不跟我一起吃饭 原来是谈恋爱了 我不懂 我只是不想做电灯泡而已 可后来 在阴差阳错下 我拆散了梁瓶霜 与裴眼里这对神仙眷侣 是时候该把这个位置还给梁瓶霜了 跪在地上的裴眼里站了起来 那两下打得她不痛不痒 她看着我时 我看着裴父 叔叔该留下的东西 我都留在卧室了 我今天就会走了 小芝搬走 离婚 是我前些天 就跟裴父打过招呼的 她不同意 极力挽留 像是那些年拦着我一样 可她也知道 没了小池 我不会再留在这座 母亲为我打造的囚笼里 裴眼里像个局外人 对我跟裴父的话 分外不解 走 走去哪里 她一句话惹恼了裴父 你这个畜生 给我闭嘴 裴眼里凝着眉 眼神复杂的我分辨不清 唐芝是我的妻子 她要走去哪里 我没有询问的资格吗 原来她知道 我是她的妻子 只是我这个妻子 从没被认可过吧 裴父被她气得心脏疼 捂着胸口 面色煞白 我上去扶住她 轻声 安慰 叔叔您别激动 小池 裴父对我跟裴眼里 婚姻的破裂 身表惋惜 她知道 问题都在裴眼里身上 所以并不怪我 这件事是我的错 是我没教好这个畜生 让你受了委屈 让小池 你妈妈要是知道了 一定要怪我的 叔叔不用说这些了 我扶着她坐下 撞上裴眼里探究的眸 叔叔身体不好 你要多上点心 没了多日前的悲伤与眼泪 我这个沉静的样子更显得悲痛 从裴眼里身边走过 她顺势抓住了我的手腕 说清楚 到底要走去哪里 为什么要走 挨大漠过于心思 这个道理 裴眼里不懂 不再对她留恋 我没多看她一眼 用力甩开她的手 离开裴家的第三天 我在家中晕死过去 这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胃癌 两个月前查了出来 那时小池还在 我一直在积极配合治疗 拿到诊断书的那天 我向裴眼里透露过 可对上的只有她的冷眼 她对我早已恨之入骨 我醒悟得太晚 我原打算治好了病 带着小池离开裴家 现在看来 是我要去找小池了 那天 我没有说的是 小池是因为我痛得 晕倒才跑出家 去找裴眼里的 五岁的孩子 还不知道叫救护车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爸爸 兜兜转转 我怎么也没想到 在生命的尽头 睁开眼看到的人 竟然会是贺仪光 读书时 贺仪光与我同班 她家境不好 成绩却很好 一心扑在学习上 跟裴眼里那样 高高在上 家境幽默的人相反 过去裴眼里说 她装清高 让我离她远点 我替她辩解过 裴眼里 骂我胳膊肘往外拐 我知道她想要做医生 也知道她一定会成功 但没料到 我竟然成了 她深造归国后的 第一个病人 她穿着白大褂 站在床边 看着我的样子真微风 反衬出我的狼狈 与七处 这样子让我想起同班时 她总是嫌弃地看着我 然后说 唐芝 你考得这么差 怎么还睡得这么香 那时我总是撇撇没说 眼里哥会带我出国留学的 她说我不用那么刻苦 每当我这么说 贺仪光的神情总是很复杂 如今回想 我总算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了 依靠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下场总是凄惨的 这不 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可不管怎么说 贺医生将我救活了 我抬起插着针管的手 弯了弯僵硬的手指 朝她扯出一抹笑 嗨 贺医生兴许是不想与我交流 就派了护士来照料我 我是被邻居送来的 医药费还没交 护士询问家里人的电话 我笑嘻嘻道 没爹没妈 没家人 护士同情不已 拔针的手都轻了许多 贺医生说 要带你去拍个片子 再做个全面检查 我无力地穿上自己的旧外套 从陪家走时 我什么都没带走 毕竟那些东西不是我的 我怕裴眼里找来让我还 我实在不想再见到那个人了 就外套是好多年前的 不遇寒 袖口浮起了一层毛球 看着实在不怎么美观 我缩了缩手站起来 不用 我就是泪晕的 我身体好得很 在陪家 除了陪叔叔 没人看得起我 他们都知道我寄人篱下 算寄着上了裴眼里的床 这才坐上了 陪太太的位置 因而这些年 我没享受过陪太太应有的 待遇与丈夫的爱 反而活得不如一个保姆 心理与身体 都练就得金刚不坏了 护士半信半疑 毕竟我的脸色 比隔壁的重症病人 好不到哪里去 当然了 我可是胃癌晚期患者 只不过这是个秘密 小池在时需要我保护他 我私下跑了很多医院去找治疗方案 疼得满地打滚 呕吐不止 拿上脚肺单去 窗口交了钱 我捂着腹部 步履艰难走出脚肺队伍 视线昏花空芒时 像是看到了裴眼里 他穿着我给他买的大衣 将别的女人搂在怀中 这个时候 我多希望自己的意识再模糊一点 那样就看不到梁亭霜脖子上那条 我亲手织给裴眼里的围巾 他拿走后 我问过很多次 围巾呢 他只说忘了 原来是给了梁亭霜 他分明可以扔掉的 却换了一种方式羞辱我 我不意外 反而由衷感受到一股平静 兴许就是那一秒 裴眼里消耗完了我对他所有的爱意与亏欠 连带着小池的死 一起葬送了 黄粮梦醒 我婚内丧子 一无所有 他心人在侧 得偿所愿 身处医院的人来人往里 我想起这些年许多次 我送给裴眼里的领带 被梁亭霜拿去当抹布 他妈妈寄日 我等到深更半夜 却在梁亭霜的朋友圈刷到一条 你总是这么让人心疼 就连我一针一针之好的围巾 都戴在了梁亭霜脖子上 那是母亲教我的 是我第一次支送给裴眼里的时候 我忐忑地想要得到他一个笑 可是没有 他只是接过 然后道 下次别再废 这个心思了 他是想要告诉我 我在怎么努力 都是徒劳无功的 可我只是想要弥补 想要做好这个妻子 而那个时候 站在我身旁拽着 我一百安慰我的人是小池 他说 妈妈别伤心 爸爸只是嘴硬 傻孩子 如果是对喜欢的人 怎么会嘴硬 他对梁亭霜 就从不嘴硬 小池死后的半个月 我开始靠止疼 药物存活 身体的流逝会加重疼痛 我无法承受 只好吃止疼药抵抗 每次呕吐后 我都像是一具空壳子 肚子里胃里都空了 再发展到喝一杯水都会痛 要吃很多止疼药 抱着小池最喜欢的小熊 才能睡得着 昏昏沉沉中 我总在想 小池去世的时候 是不是也这么疼 他没有止疼药 可以吃 走的时候应该很痛苦 是我不好 是我没有照顾好他 我的小池 在意识消散 之前 我听到了一下一下的敲门声 要不是痛感还在 我大约要把这当成索命的钟声 门前站着的贺医生 让我的表情更加难看了 他以前可没这么缠人的 我求他给我讲题 他都是爱答不理的 要多冷淡有多冷淡 这会儿是怎么了 唐之 你的状况很不好 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身体 他是医生 是为好医生 一眼就可以分辨我的病情好坏 贺医光的样貌跟过去比变化不大 展开了一些 眉眼间的巨傲更重了 像裴眼里所说 他是清高的 清高的人 是受不了侮辱的 死之前还要得罪人 我实在不忍心 贺医生 你是没有病人吗 我竭力将自己演绎成一个刻薄的女人 多让我做几项检查 你可以拿多少抽成 贺医光眼皮跳了跳 唐之 我给你钱 你别缠着我了 说完 我走进屋子里拿钱塞给他 这些够不够 贺医生走了 也是 谁会纵容一个无理取闹的病人 孤零零地死去 就是我最好的结局 吞下药片 拉上窗帘正要休息时 楼下两道身影落入眼帘中 是贺医光与裴眼里 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来 这个时候 他不应该与梁亭霜在一起吗 两人正在争吵 眼见要动起手来 我固步的身体上的不是冲下楼 想也没想挡在中间 强压着猴头的酸痒 无力抬眸 你来这儿干什么 裴眼里还是那个样子 站在晚风中 大衣 衣角雨风清白 月光落在他立体的五官上 平白 镀上了一层 清冷疏离 他看着贺医光的眼神 是极具攻击性与敌意的 跟读书时一样 只要撞见贺医光用我的东西 或是替我打水 都要生半天的气 最后再问我一句 堂之 你自己没有手吗 要别人帮你 他不允许其他男人帮我 他却可以将自己所有的善意 都留给梁亭霜 过去我爱他 为了他疏远了许多人 可现在 我只想随心 我将贺医光挡在身后 转身拉着他的袖口 催着他快走 他与裴眼里对视着 火要为无声再燃 要不是我的请求 他是不会这样离开的 裴眼里见了 面上又是一场 冷若寒霜的风暴 冷笑着问我 放着家里的好日子不过 跑到这里来 原来是跟拼头在一起 好日子 原来被丈夫冷落 被众人厌弃 失去孩子 是裴眼里眼里的好日子 结婚后 他恨我 羞辱我 我可以理解 谁让我毁了他 跟梁亭霜的百年好合 眼下我就要死了 他不该来的 这种好日子 我不要了 你留给梁亭霜吧 祝你们白头偕老 子孙满堂 我说的气定神贤 没有歇斯底里与崩溃 与那天离开裴家一样 简单的像是在说 下一顿饭 我就不在这里吃了 裴眼里瞳孔闪过 微不可查的诧异 这么多天 他或许只当离婚 是我因为小池的死意时冲动 毕竟曾经 我不是没有提出过离开 可最后都不了不了之了 他怀疑也是理所应当 唐之 你想好了 这是我最坚定的选择 不会改变 我离开 不也是你这些年的愿望吗 沉静片刻 裴眼里点点头 带着嘲弄的笑 这可是你说的 将来后悔了 别来求我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我不离自问我还有将来吗 当晚 我刷到了梁亭霜新的朋友圈 修成正果 配图 是他指尖一枚崭新的钻戒 癌细胞在我身体里扩散开来 不知已经到了哪一步 我笑着面对 甚至有些期盼死亡 毕竟那一天 我就可以见到小池了 半个多月没见到他了 很想他 可很多天没见到裴眼里了 我竟然一次也没有想起他 过去我对他嘘寒问暖 无微不至 他出差 我替他收拾行李 打理家里事务 处理亲友关系 他应酬交际 鸣顶大醉 我给他换衣 喂饧酒汤 他与我同床异梦 深夜还要给梁亭霜 打电话报平安 我忙里忙外 可他待在身边的女人 一直是梁亭霜 出差时 连我的电话都不会接 唯一接起来的几次 都是梁亭霜接的 梁亭霜 理所当然成了 陪眼里身边的人 他笑隐隐告诉我 眼里睡了 难怪他厌恶你 你就只会打扰他吗 我告诉他 你好好照顾他 还要你说吗 你不会真把自己 当他妻子了吧 要不是你设计了他 你真以为自己 能嫁给他 那一刻我哑口无言 没有了这些事 我活得轻松了许多 为了吊着一口气 我还是去了医院 不为治病 只不过是想拿些药 好熬到圣诞节 小池最喜欢圣诞节了 如果那天我去见他 他一定高兴 走在急壤的人群里 话到嘴边又转为叹息 你现在去哪里 我忘声忘气 车站 我送你过去 不知为何 我莫名地热泪盈眶 想要拒绝 贺宜光 已经往前走去 医院门口这条路 每天都有许多人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身患绝症 孤苦无一 贺宜光的声音 在耳畔响起 上次我走后 裴眼里有没有误会你 他以前就总是 误会我跟你的事情 我摇头 没有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留学时 听说你们结婚的消息 很诧异 我出国的时候 他去找过我 威胁我不让我走 说你 贺宜光低头 看着地上两片影子 低笑一声 算了 不过裴眼里 这个人真是矛盾 他让我不要喜欢你 又只说把你当妹妹 我止住步子 他 什么时候说的 凉瓶霜出现后 我想起来了 在凉瓶霜出现前 裴眼里还会突然冲出来 抢走我的汽水 喝我喝过的东西 继而侧身亲下我的脸 还会笑着提醒我 少喝冰的 这罐就归我了 可那是太久 之前的事情了 久到我快要忘记 我们还有过这样一段 美好的回忆 我们之间的 暧昧很多人都看得到 起初裴眼里 并不解释 我找到他 跟在他身后 那天的黄昏 将他的身影 拉长许多 梧桐树下 他眼眸寒情 我问他 你怎么不解释 他反问 解释什么 在燥热的氛围中 裴眼里眨了眨眼 正要说些什么 司机的车子 就开了过来 接我们回家 回去后 裴眼里单独去了 裴父的书房 在里面待了很久 从那以后 裴眼里突然冷淡了下去 不再主动 带我去吃饭 更不会去接我 我去找过他几次 他却冷着脸 别来烦我 我不知道 怎么了 竭尽全力 讨好 却都是无用功 紧接着梁萍霜出现 他再也不喝我的汽水 更不会再亲我 对我更是渐渐疏离 当朋友问起他 你不是跟唐芝在一起吗 怎么又跟梁萍霜不清不楚 他凝着眉 满是不悦道 我只把唐芝当妹妹 要不是他爸爸的缘故 连妹妹他都不配当 难怪那次我生日 给他打电话 裴眼里却突然对我沉了脸色 冷着声警告我 唐芝 你住在这里是因为你爸爸 没有别的原因 你也不要跟别人胡乱 说我们的关系 凡是开口前 先问自己配不配 那么冰冷的言语 让我跟着心碎 几天后 母亲也告诉我 不要妄想潘高枝 我们在裴家 只是寄人篱下 要处处谨慎 从那以后 我便收起了自己不该有的 妄想与爱慕 直到这些感情都快消失时 母亲又把我送上了 裴眼里的床 那之后 我的余生都在悔恨与懊恼中度过 当着贺一光的面 我释怀道 我跟裴眼里 什么关系都没有 这话只用了几个小时 就传到了裴眼里耳边 凄凉如水的夜空笼罩着 漆黑车辆 裴眼里站在车旁 脱了大衣 只穿西服 烟雾缠绕着他的指尖 笼在周身 让他这个人看上去 没什么真实感 什么关系都没有 唐知 你可是给我生了孩子 他还知道我们有孩子 这话想来是贺一光告诉他的 我无力去探究什么 只笑着道 孩子没了 可不就是什么关系都没有了吗 裴眼里一时间 被耿住 一根烟块要烧到尽头 他的指尖快被烫到时 他身情款款 来了剧 唐知 孩子还会有的 不会了 小池只有一个 不会有了 没否认 我顺着他的话说下去 是会有 你跟梁瓶霜 还会有很多孩子的 而我只想寻一个 清静处度过人生中 最后这几天 那你呢 裴眼里反问我 带着戏血 你跟贺一光 还会有孩子 我大脑发胀 没注意到他的 还 字 满心 只想摆脱这个 让我痛苦的男人 最好死前 都别再见面 多见一次 就会让我想起 小池 就连语气里都多了种 破釜沉舟的架势 那你就当是这样吧 我转身要走 裴眼里却恼了 死命拽着我的胳膊 那张无情的脸上 生出了点波澜 你是不是忘了 你还是我的妻子 马上就不是了 风灌进喉咙里 引得一阵星天 陪眼里探究地 看过来 像是在分辨 我话里的真假 片刻后 有了答案 唐知 你吓唬人的手段 一如既往的愚蠢 你觉得没了我 你能活 是吓唬吗 没人会拿自己的性命 吓唬他 更何况 有没有他 我似乎 都活不下去了 这次后 像是为了 逼我回去 裴眼里 没将离婚的 财产分割出来 他卯足了劲 给我难堪桥 甚至收回了 我现在居住的房子 我无家可归 而他却另娶新人 没有人能在儿子 去世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再娶的 裴眼里却这么干了 他跟梁亭霜 要结婚的消息 通过许多张嘴 传到我的耳朵里 这是有多喜庆 又把裴富气得多 厉害 裴家那些人 多高兴 私底下 又嚼了多少舌根 我全知道 但这会儿对我 就当笑话试得听了 我不再是这场 笑话里的人了 怎么还会在意 梁亭霜电话 打过来的时候 我正在温水 就要咽下肚 苦 那苦从五脏六腑流淌 压不下去就要土 糖汁 我就要跟眼里结婚了 婚礼在下月底 这跟我有关系吗 算了 多一句废话都没说 我直言 恭喜啊 接着挂了电话 继续吞药 可我哪里知道 梁亭霜打这通电话时 裴眼里就在一旁 神色颓然 半点没有新郎官的样子 恐怕这会儿他才明白 我离婚是真的 对他没感情了 也是真的 没了住处 如同丧家之犬 裴眼里打电话过来时 想必是嘲笑我的 我提着行李 站在车站的入口 望着如知人群人来人往 耳畔是裴眼里 似幻如梦的问声 唐知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要不要回来 眼睛有些发色 很干 他还是心软的 或许是惦念旧情 才会劝我回去 但为什么小池活着的时候 裴眼里没有大发慈悲 陪他一次 太晚了 没人需要这份挽留了 我捏着手中 小池的玩偶熊 上面有小孩子的奶香味道 依稀还存留着 他发肤的温度 手指触上去 就像是碰到了 小池的灵魂 裴眼里 我不会再回去了 永远不会了 我低头看着玩偶熊的眼睛 像是与小池的灵魂对望 止不住颤声道 过去是我对不起你 我道歉 待我妈妈向你道歉 其实早两年 我就打算跟你离婚的 可裴叔叔 答应了我妈妈要照顾我 他不同意 这才耽误了 你跟梁亭霜 真的抱歉 说完 我挂断了电话 在上车前 手机里又收到了 贺宜光的短信 唐知 你胃癌晚期 为什么不来治病 贺宜光 找到我时 是在海边 这是小池生前的心愿 我列了表格 想要在有限的 时间内替他完成 第一项 跟爸爸过生日 被我化掉了 第二项 一家人去海边 离了婚 只有我是小池的家人 这个愿望 算是完成了 站在海边 沙子绵软潮湿 海浪轻轻拍过脚面 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 被我的眼泪弄脏了 我想要弥补 哭声 却欲发指不住 如果小池还在时 我答应带他来 该有多好 起码他不会带着 那么多遗憾 离世 可那时我总想一家人 裴眼里总归不能缺席 结果最后 站在海边的 却只有我一个人 风沙吹得我身体 每一处都疼 回酒店的路上 都在硬撑 可以走到房间门口 像是幻影一样的 贺宜光站在那里 他人影重叠 怒气不减 身为医生的 职业休养在这一刻 体现得淋漓尽致 唐之 你知道 你这是在找死吗 病人不治病 还跑这么远 可不就是找死 我来不及吃止疼药 就疼晕了过去 好在 晕倒时 身旁是医生 不然 我连小池的 第三个愿望 都完成不了了 贺医生 要将我送去医院 但是到了我这个程度 在医院 就是浪费住院费而已 我现在全身上下 已经没有多少钱了 之前的医药费 也都是贺医光 为我垫付的 他家境不好 上学时总穿着一件白衬衫 灵口与袖口处 洗到发白发皱 阳光下 可以看见 衣服上浮起的绒毛 跟裴眼里的富裕 并不相同 他的生活是拮据的 正因为这份拮据 我要将这钱还给他 吃恋 十年的男人不在身边 最后就我 替我出住院费 要费的男人 竟然是贺医光 我问他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很久没有人 对我这么好了 贺医光不说什么 只拿来干净的围巾 替我戴上 然后说 以前你对我很好 是吗 我怎么完全不记得 原来病到这个程度 是会影响记忆的 那时候你 眼里只有裴眼里 当然 不记得施舍过我这种人 不知怎么 我从他语气中 听出了怨气 贺医光知道 怎么救人 他给我拿药 望着我的病容 与众心肠道 止疼药 是就不了你的 你这个状况 最好尽快去做化疗 化疗就得了我吗 不过是让我在痛苦 一变 还要丑陋地离去 我不要那样 我要漂亮地离世 这样小池才认得我 我不要吓到他 贺医光的沉默 就是答案了 他是医生 可面对癌症 没有一个医生 可以百分百保证 病人的生命期限 我捧着那杯热水 有些既来之则安之的坦然 贺医生 既然你找来了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贺医光贴过脸去 眼尾的一点水光 还是被我看到了 要是给你安置 后世这种忙 我可不帮 不是的 我怎么会让他这样干净的人 沾染这种晦气时 可不可以帮我拍张照 等我死后 烧给我 海边餐厅的露台后 刚好是一片 茫茫大海的壮丽景观 我站在那里 换上了干净衣服 可身体的脆弱不允许我在风口站太久 贺医光帮我拍照 与大海合影 这照片我要拿给小池看 告诉她 她的愿望 妈妈帮她完成了 我靠着露台栏杆 露出这些天第一个真诚的微笑 贺医光尽心尽力帮我拍照 她想要帮我拍得漂亮些 可一个病人 是漂亮不起来的 当我努力扯起嘴角 想要留下一张最好的照片时 出现在贺医光身后的人 却默然抢走了手机 她低头翻看照片 每一张都是我在海边留下的 贺医光都是拍摄者 美好的氛围瓦解破碎 我的照片被删得一张不剩 虚幻的光影里 我看到裴眼里捏着手机的指尖泛白 下额绷紧了 那眼神好似在看一对狗男女 唐芝 我找了你多久 这些天 你都跟她在一起 贺医光上前一步 大概是想解释我的病 我拉住她 挽着她的手支撑自己的身体 还没助你 新婚快乐 往后瞧了瞧 我换门后的梁平霜 梁小姐 四人同桌吃饭 这场景上一次还是在读书时候 这么多年过去 梁平霜一点没变 还是餐桌上画最多的那个 她给我夹菜 丝毫没觉得这场面多荒谬 唐芝 几天不见而已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不光是瘦了 就连唇上面上都没血色了 她这么一说 陪眼里跟着看来 那眼神像是心痛 但大概是我的错觉 她怎么会为我心痛 贺先生就是这么照顾人的 这又关贺医光什么事情 她对我而言只是老同学 是医生 肯抛下工作来找我 劝我回去化疗 又陪了我两天 我已经很感激了 陪眼里凭什么指责她 她怎么照顾我 是我们是自己的事情 我这样让陪眼里下不来台 还是第一次 读书时跟在她身后 当她的小尾巴 跟屁虫 结了婚 她怎样冷落我与小池 我都将她当作丈夫 等她到凌晨 给她做醒酒汤 擦洗身子 她生了病 我不眠不休照顾 可那个糖枝 已经跟着小池一起死了 早没了 梁亭霜干笑 两声 将手盖在陪眼里 手背上 眼里 你看我说 什么来着 糖枝 肯定好好的 瞧你 多此一举担心了吧 陪眼里将手抽走 这时我才注意到 梁亭霜 手上的戒指 没了 陪眼里戴着的那枚 是我跟她的结婚对戒 这是什么意思呢 结婚 这些年 这戒指 只有我一人戴着 就像这场婚姻 始终是我的独角戏 我不演了 我退出了 陪眼里 却将戒指又戴上了 这未免太讽刺 糖枝 我记得你之前 最喜欢吃辣的了 梁亭霜说着 将一块炙烤的羊肉 搁在我碗里 浓重的辛辣味道 呛得我嗓子不舒服 贺宜光 将盘子推开 过去是过去 过去喜欢的 她现在未必喜欢 胃矮 在吃辛辣食物 就是要命的 贺宜光帮我解围 却被梁亭霜起哄 贺医生 还是这么喜欢 护着糖枝 那时候 我就说你们很般配 果然 忠诚眷属了 还没恭喜你们呢 说够了吗 裴眼里声色很僵 拔嘴闭上 尴尬与仓皇 闪过梁亭霜的脸上 裴眼里 怎么会这样 跟她说话 连我都不禁诧异 她是最疼梁亭霜的 护在心窝里 重话都没说过两句 现在却为了一句 玩笑话 冷了脸 何况 读书时 她不是没有跟着 梁亭霜 一起开我们的玩笑 我跟贺宜光 一起吃饭 梁亭霜会突然 出现起哄 说些 魔能两可又暧昧的话 裴眼里 站在她身边 看向我们的 眉目总是冷的 继而悠悠来 一句 吃个饭话 还这么多 你们俩还真是大 她也曾这么说过 如今却不允许 梁亭霜说了 那块肉又被 裴眼里推给我 我不喜欢的 她总是强迫我吞下 我不信吃一口 会怎么样 吃了你就满意了吗 我视死如归 试得拿起筷子 眼眶红了 从前 我爱她 后来心怀愧疚 跟她生活在一起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她却想要逼死我 不等她的回答 我在裴眼里 愕然地 眸光下 吃了那块肉 咀嚼吞咽下去 贺一光突然 夺下我的筷子 堂知 医生都这么大惊小怪吗 这又不是毒药 不会死 我还不想死 只是想摆脱裴眼里 真是奇怪 结婚时 我那么可怕 这跟她见上一面 可她夜不归宿 离了婚 她却总是出现 可我哪里还需要呢 脚痛突然来临 我捂着嘴巴 面色煞白 贺一光 站起来 脱口而出 亏你还是堂知的丈夫 她有胃 声音突然断了 我紧抓着她的手 陪眼里不解 为什么 胃病 话一出口 我忍不住咳嗽 掩着唇 弯着腰 一片腥红咳在了掌心上 可胃病而已 怎么会咳血 从海边回来后 裴眼里出现的次数一次 比一次频繁 而我的脸色更是愈来愈差 她拉着我去医院看病 我甩开她的手 别再来烦我 好吗 我的坚定 让裴眼里慌乱 唐知 你从没告诉过我 你有胃病 嗓子很干 我嘶哑的声音 像是一把生锈锯子 在锯朽木 声声聚开了 我跟裴眼里的距离 只是胃病而已 你应该去关心梁亭霜 你不怕我真的跟她结婚 裴眼里紧紧扼着我的手腕 体温与我融为一体 没了小池 我要裴太太的身份 做什么 现在我只想祝你们子孙满堂 裴眼里今后 或许还会有很多孩子 但不会再有小池了 那是她的第一个孩子 也是她今生弥补不了的亏欠 小池死后 裴眼里的悲伤很少显露 可一转眼 她又那样悲情地站在我面前 情真意怯道 唐之 在你心里 是这个孩子重要些 我还是我重要 小池重要 我清敏唇 咽下痛与苦 如果没有小池 我们的婚姻 不会维持这么久 刹那 裴眼里眼睛里好些 有什么东西碎了 甩开她 我上楼锁了门 吞下好多止疼药 可没等药小发作 腹部的脚痛引发了多项器官的作乱 冷笑三声 你以为我想当这个爸爸 脚底板地 邪猛地往上冲 我冲上去 打了她一巴掌 她将我推倒在玻璃碎片上 我掌心鲜血淋漓 她默然离去 那天我以为小池被司机送去上学了 没想到她躲在屋子里 她给我擦手上的血 哭得手足无措 小脸皱巴巴的 小手抹着眼泪 哭着说 妈妈我不要小猫了 我再也不要了 小池肠那么大 心愿很少 我想要满足她 还是买了一只回来 也是雪白的 很小很软 抱在怀里很乖 不怎么叫 小池很喜欢 悉心照料了几日 给她取名圆圆 那几天 陪眼里没回家 可她一回来 就将圆圆扔了出去 小池说 没关系 可我知道 她还是难过了很久 我走进宠物店里 想要多替小池 看一看这些小猫 那些小猫花色不一 有的懒散 有的活泼 有一只正用粉嫩的爪子 扒着玻璃 她全身雪白 但是耳朵上 多了一块黑色痕迹 几乎是一眼 我就认了出来 那是圆圆 她长胖了一些 发塞了 圆滚滚的一个 当初养她 她还很小 小池两只手 就可以捧起来 她被裴眼里 丢掉的那天 小池什么都没说 可第二天的枕头上 却是湿漉漉的 看见圆圆 就像是又看到了小池 我克制不住 激动 拍着玻璃 惊动了宠物店的人 她冲上来 推开我 我像是发了疯 指着 那只猫说是我的 店员 大概以为我是疯子 推嗓着 要将我赶出去 我不是疯子 我只是太激动 视而复得的激动 小池的圆圆 又找到了 那我还可以见到小池吗 可来接圆圆的 不是小池 是梁亭霜 她从宠物店外 走过来 与我的眼睛对上 又看了看那只猫 唐之 你喜欢铃铛吗 小猫被抱了出来 我亲眼看着我的丈夫 被梁亭霜抢走 又看着小池的猫 趴在她怀里 跟她亲近 我们铃铛可乖了 你要摸摸她吗 铃铛 她不叫圆圆了 可她就是圆圆 我记得 我突然上手去抢猫 吓坏了梁亭霜 她连忙后退 唐之 你干什么 抢东西抢习惯了是吗 她是小池的猫 不是你的 我情绪崩溃 胃腹脚痛 大声喊着 梁亭霜一副 看下话的样子 唐之 这可是眼里送给我的 怎么就成你的了 你霸占她那么多年 还不够 现在连一只猫也要抢 是裴眼里 是她拿了小池的猫 给梁亭霜 她凭什么 就算她恨我 可小池无辜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东西 裴眼里都会送给梁亭霜 大约是她的生日开始 梁亭霜出现后 裴眼里的眼神便跟随着她 她优秀耀眼 与裴眼里天生一对 我看到我的那块表 戴在了她的手腕上 此后还有许多 比如裴叔叔派给我的司机 被裴眼里叫去接梁亭霜 梁亭霜要参加比赛 裴眼里拿了我的设计稿图给她 再到后来 是出国名额 那天她站在我面前 坦坦荡荡 不夹杂半分心虚 堂知 瓶霜比你更需要出国 她很有才华 不应该埋没 同一天 母亲被查出胃癌 命不久矣 她希望 裴眼里带着我出国 这是她的遗愿 梁亭霜连她的遗愿都抢走了 我忍不住 坐在母亲的床头哭泣了一整晚 不知是在哭失去的出国名额 还是再哭即将离世的母亲 又或者是裴眼里的绝情 彼时我没当母亲 不知道在一个母亲眼里 孩子的眼泪是怎样的致命武器 甚至可以让我那位一辈子 碌碌无为 老实本分的母亲去设计裴眼里 在裴眼里与梁亭霜出国的前一晚 我与她睡在了一张床上 我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 她怕裴眼里取了梁亭霜 怕我在裴家没有立足之地 怕她走后我无依无靠 如果我早知那杯酒有问题 我是不会喝下去的 可裴眼里不信 她在酒店的床上掐着我的脖子 质问我不是跟贺仪光在一起了 又爬她的床 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不知情 她笑了 笑得痛快 手上的力气不断加紧 言语如一把利刃 撕开了我的胸腔 你跟你母亲一样 天生就是吸血鬼 那是母亲生命最后倒数的几天 我带着一脸的伤痕去找她 我指责她 责怪她 我亲口问她 您跟裴叔叔 是什么关系 她仗白了脸 氧气面罩中的白色哈气 一层一层 声音又哑又沉 是谁跟你说的 裴眼里 我再次流了泪 我哭着告诉她 她说 当妈的成不了 就换我这个做女儿的 母亲僵硬地摇头 我哭着说 妈妈 现在我该怎么办 那是我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见得最后一面 梦里我跪在母亲坟前 跟她说 我错了 回应我的 却是一双柔软 温热地 沾染着小孩子气味的手 是小池 可以转眼 她的手变冷了 身子也僵硬了 我抱着她嚎啕大哭 无措地大喊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救救我的孩子 没有人可以救她 我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 她在我怀中咽气 在梦里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 母亲与裴父 差点在一起 可后来她得了病 又得知 我对裴眼里的心思 想要成全我们 可那时 裴眼里身边有了梁亭霜 她是为了我 才淡了这个骂名 哪怕走之前 恶毒一回 也要保我衣食无忧地锦绣前程 可我让她失望了 我没保住裴太太的身份 没保住自己的孩子 还患上了跟她一样的病 等待太漫长 过去在这里 我就是如此 日复一日 等着裴眼里归家 可这次怎么才过半个钟头 就已经疲倦了 生命仿佛在流逝 照这个速度下去 不知熬不熬得到圣诞节 往年小池是最喜欢圣诞节的 今年的圣诞礼物 是圆圆 为了圆圆 我不惜亲自找过来 要见裴眼里一面 裴眼里来时 我等在老宅楼下 面色惨白如指 她凝着眉走来 语调中竟然 多了温柔 怎么不回房间休息 脸色这么差 胃病还没好些吗 什么胃病 是癌症 是好不了的 我躲开了她 往我额头探的手 不用 我来是想问你 是你把圆圆送给 凉萍霜的 什么圆圆 她不知道 小池的猫叫什么 擅自送给了凉萍霜 又改名叫灵大 我笑不出来 哭不出来 唯有平静面对 小池的猫 那是她的 裴眼里眼眸很是复杂 她抬手过来 倾抚着我的面庞 表情里的歉意 我无法忽视 我们先上楼 猫的是改天再说 我哪还有改天 我只要小池的猫 我的声音 控制不住拔膏 气一上来 就忍不住 想要咳嗽 拱着腰 面部充血 咳得眼前昏花 裴眼里替我拍背顺气 我将她的手挥开 表情急迫 你别急 我现在就打电话 要 她拿出手机 忘了眼什么都没有的茶几 不满喊道 怎么没人倒杯水 都死了吗 真难得 她还会在乎我 有没有水喝 在旁打完了那个电话 我等待着裴眼里的答复 她走过来 一正词眼 我会把圆圆拿回来 给你的 你在这里等我好吗 抓住时机 我又道出了另一件 正是 你可以把离婚后 属于我的那部分钱给我吗 我现在很需要钱 我要还给贺一光 她不是什么富裕人家的孩子 这些天给我花的钱占了太多 我是要还给她的 没什么比轻轻松松的走更好 你来这里 是拜托我找猫 还是要钱的 我说 都有 她神色顿时 复杂了很多 拖着虚弱的身体 从床头的皮夹中拿出一张卡 递给了我 密码 小池生日 原来 她是记得小池生日的 记得这个日子 却从不出现 我接过卡 她却没有松手 钱我给你 但不是什么离婚补偿 陪眼里接着 郑重其事 唐之 你等我回来 我去把小池的猫 找回来 我们重新开始 小池的房间 我重新布置过 生日 我们下次一起陪她过 好不好 可我等不到 小池的下一次生日了呀 她为什么不可以早一点 早一点答应 陪小池过生日 太晚了 陪眼里真的太晚了 这一等好像等了一辈子 那么长久 在被病痛折磨着时 我望着陪家 老宅 想起第一次 我跟母亲走进这里 陪眼里 还是一副少年模样 后来我们在这里结婚 穿着婚纱 那晚 我什么都没等到 紧接着母亲去世 我在我与陪眼里的 心房里哭泣 她嫌我烦 将我扔了出去 怀着小池时 那段日子 我始终沉浸在悲痛中 发现怀孕已经很晚了 早已过了 可以进行手术的时间 那几个月里 陪眼里不止一次 劝我银产 她真的讨厌极了这个孩子 我不答应 我一点点将小池养大 一个人带她打针吃药 为她穿衣暖身 哄她入睡沉眠 她掉一滴泪我心碎 她一笑我再没烦恼 小池知道爸爸不爱她 也不爱我 为了让我可以多得到一点爱 她弄伤自己 多次让自己感冒发烧 就为了让陪眼里回来 看望我们母子 可这不是我要的 我只要我的小池好 我曾轻声细语告诉她 我不要她伤害自己 没什么比她更重要 何况欺瞒撒谎是不对的 可小池不听 她只是个孩子 她只想让爸爸妈妈在一起 很快 陪眼里发现了 这一招也失去了作用 直到小池的死讯传到她耳边 她都以为是小池跟她开的玩笑 在这座房子里 我遇见了陪眼里 失去了母亲 有了孩子 又失去了孩子 或许是真的走到尽头了 这些过往走马观花 出现在脑海里 陪眼里是凌晨回来的 她怀里拥着一只 通体雪白的小猫 拿着小猫的爪子 碰触我的鼻尖 小池 你要的圆圆 我给你找回来了 是圆圆吗 我快要看不清了 伸手接猫时 顿了下 认出了这只猫 不一样的瞳孔颜色 耳朵上的颜色是一样的 大小也差不多 可就是不一样 是直觉 怎么了 陪眼里问我 她让那只猫 在自己怀里躺着 自顾自道 以前小池小 我总觉得养宠物 会伤了她 到时候你又 要心疼 所以不答应让她养 我垂下了手 不打算抱猫了 这不是圆圆 为什么要找一只 假圆圆骗我 要是小池知道 一定会怪我 陪眼里 这个时候了 你没必要骗我的 在这里 我等了一辈子 最后 却连小池的一只猫 都没等到 陪眼里正了下 骗你什么 这不是圆圆 我太过冷静 冷静到笃定 圆圆呢 她真的去找 梁瓶霜要了 细看之下 她面上 还有巴掌印 领口 有些褶皱了 大概是两人 发生了争执 回来时 很焦急疲惫 但还是拿猫 在哄我 圆圆坠楼了 就在陪眼里 打了电话后的 半小时里 梁瓶霜是凶手 但没人 可以惩戒她 我又痛又悲 但麻木了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 陪眼里让猫 从自己怀里溜走 空出手来 那样子 像是请求 可她请求我什么 回家 全身的力气 被抽空了 我眼前一黑 腿软倒下 最后嘴巴里 还在呢喃着三个字 找小池 可还没等我找到她 便在陪眼里 眼前晕了过去 好吵 是谁在敲门 在喊我的名字 拼尽全力 想要保持清醒 可混混顿顿的思绪里 只有很淡的吵声 像是残缺的片段 像是有男人在吼叫 在砸东西 家庭医生的衣领 被揪起来 她是我的妻子 她病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看到了 那是陪家的家庭医生 站在她身边的 是一脸默然的贺一光 她反问陪眼里 她是你的妻子 她快死了 你才知道她得胃癌了吗 裴先生 请你冷静 家庭医生竭力 在维护场面 两个月多前 我给你打过一通电话 是您亲口说 唐小姐的事情 跟你无关 原来 她早该知道啊 我迟缓地呼出一口气 氧气面罩压在我的脸上 呼吸声像 是我的倒计时 每一口气 都是艰难而珍贵的 陪眼里走过来 在死前 我亲眼看到了 那么骄傲的男人 在我面前 低下头 他想要 去拉我的手 又怕弄疼了我 手抬在空中 迟迟没有放下 像是一个弄坏了心爱的玩具 竭力想要弥补拼凑 却不知从何下手的小孩子 片刻 他捂住了自己的脸 隐隐约约 我听见他乌夜的哭声 在病房响彻 真吵 可不可以离我远点 可惜我开不了口 骂不了人 不知过去多久 贺医生走了过来 我眼皮动了动 看到他白色的影子 站在陪眼里身后 你这样会吵到他 滚开 陪眼里压着颤音再吼 嗓音是嘶哑干裂的 他哭了很久 哭得我都要烦了 我曾以为我的眼泪最多 没想到他也会流泪 还是为我 人都要死了才知道后悔 当初干什么去了 他是你的妻子 这么多年来 你关心过他吗 喝一光一字一句 如真扎心 以前你怀疑我们 结了婚你还是怀疑 可你有没有想过 他就只是想当你的妻子而已 我胃糖芝不值 我没想到他会生病 真的 我没想到 医院里到处都是重症病人 他们吃不下东西 靠着药丸子度日 咳血是最轻的 滔心抽血的 疼是每天都要承受上百遍的 这些陪眼里怎么会知道 他只当我是为小池的死在胡闹 在小题大做 他以为 我还会回去 他们在我床边争吵 丝毫不在意 我是个将死之人 陪眼里轻轻 将我的手掖进被褥里 背对着贺一光 你不是医生吗 你可以救活小池吗 他早就不想活了 谁都救不了了 到了这个程度 贺一光说的是真话 陪眼里 你出去 屋子安静了下来 身体的知觉很虚幻 我的手背抬了起来 贴在陪眼里的脸颊上 他亲吻我的掌心 有眼泪在往下落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生了病 因为小池走了 你连病都不治了 那我怎么办 你心里只有那个小孩子 分给过一点位置给我吗 陪眼里用我软趴趴的手打自己的脸 是我不对 我怎么可以吃小池的醋 怎么会去吃贺一光的醋 我们才是夫妻 小池 你醒来打我 你想怎么骂我打我 我都愿意 他在换我的名字 我听得到 好想挣脱他的手 只因我看到了小池在向我招手 他在叫妈妈 他说 妈妈 这里好黑 我好害怕 想冲过去拥抱他 陪眼里的手 却死死扯着我 怎么这个时候 他还不肯放过我 又针扎进我的皮肤里 疼得我猝紧了眉头 脚趾跟着蜷缩了下 骨头缝里好似都在疼 药物输进我的身体里 疼痛短暂消失了 生命中的疼 却是药物无法抚平的 床头有人在忙碌 是医生 是护士 焦急地吵声 伴在耳畔 心电图上的生命体征很微弱了 在宾死之际 我好像又看到了小池 他坐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 小小的身子趴在草里 一抬头 那张软软的小脸上升着一对酒窝 一笑眉毛弯弯 他甜甜地叫我妈妈 我想要去抱住他 可耳边还有人在叫我 叫我的名字 场景变得扭曲 陪眼里的脸出现在我眼前 他在呼唤我的名字 可我想要跟小池走 我想说停下吧 就这样离开 是我最后的夙愿 可他没有停 这些天他找来了最好的医生救我的命 可再好的药对我都没用了 我没有了求生的意志 亦是都在跟着梦中的小池走 可现实里 陪眼里死死拽着我 不让我走 直到心电图上的有了波动 是他将我救了回来 他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这条命是他的 要我息命 我在医院躺了一周 这一周里 陪眼里寸步不离守在我身边 可我知道 我撑不下去了 在生命尽头 我却看到了我最不想要见到的人 圣诞前夕 梁萍霜站在我的床边 我这个样子 他一定很痛快 他观赏着我的惨状 将我的丑陋与病态尽收眼底 可他却说 真是报应 接着他又补了句 是陪眼里的报应 这么多年他耍我 利用我 让我对他死心塌地 最后却告诉我 他从没爱过我 就连送我的猫都要拿走 凭什么 耳边的声音断断续续 一句接着一句 砸进我死水一潭的心中 原来到最后 我们谁都没有得偿所愿 唐芝 你一定很纳闷 为什么他会恨你的孩子 梁萍霜低头附身 侧在我耳边 在我还有呼吸时 给我致命一击 因为他以为 那是你跟贺一光的孩子 是我告诉他的 是我假造了亲子鉴定书 他就信了 大笑几声 他身子都在颤 眼角却挤出泪化 他真的就信了 胸腔里在剧烈跳动着 我已经分不出 那究竟是愤怒 还是其他了 梁萍霜却还没停止 你知道吗 你的孩子死的时候 裴眼里这个亲生父亲 竟然是庆幸的 他以为这个孩子死了 就能跟你重新开始了 他以为的开始 殊不知却是结束 撑着沉重的眼皮 我半睁开眸 活动手指 第一眼看到的 是从外面走进来的裴眼里 他提着梁萍霜的胳膊 让他滚 梁萍霜一声声嘶吼着 裴眼里 你活该 活该 他是活该 我更是 梁萍霜来后裴眼里大发雷霆 他骂了很多人 像是无力地宣泄 他想要为我喝水 可唯有他为的我不喝 只好护士来喂 他在旁看着 等护士走了 想要替我擦拭嘴角 我侧过脸去 看着窗户外的飘雪 虚无地张了张嘴巴 快圣诞了吧 裴眼里 是 明天圣诞节 我们一起过节 我要熬到那一天 去见我的小池 小池 我会治好你的 裴眼里强行握住我的手 他想要抚平上面的针孔 却做不到 我早应该知道的 你瘦了那么多 脸色那么差 我怎么没发现你病了 他是没发现 可我告诉过他的 我是说了的 那天 我问了一句 最近胃里总疼 要是绝症 可怎么办 裴眼里听了 只是放下筷子 那不要死在这里 太晦气 现在真的是绝症了 他难道不觉得晦气吗 圣诞节的夜晚 总是热闹繁华的 圣诞树很漂亮 绿色的 助力在商场中央 挂着许多装饰物 路过的行人大多 都会停下拍照 彩灯打开闪烁着 将每张笑脸都照亮 我坐在车里 裹着厚重的衣物 帽子遮住了眉毛 只留在外一双眼睛 隔着车窗 望着圣诞的夜晚 下雪了 雪花是白的 很纯净 像是小池的眼睛 是微笑着的 也是失落的 那一次也是在这里 我抱着小池坐在车里 他指着那棵圣诞树说 漂亮 我跟他一同看去 看到了树下 站着裴眼里 雨凉瓶霜 他们在那里合照 我心一紧 忙捂住了小池的眼睛 在茫茫雪雾中 我好像看见了 小池正穿着红色的毛衣 坐在树下 他摸着圣诞树上的小铃铛 妈妈 这个好漂亮 是很漂亮 可小池的笑脸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裴眼里焦急的面色 手臂圈着我的肩膀 让我靠在他怀里 小池 我好冷 他想要给我温暖 可他忘记了 自己就是一块冰 要不要下去走走 我摇头 只远远地瞧上一眼 就当作是替小池过这个圣诞了 雪还在下 力气在减少 裴眼里好像感受到了 我体温在下降 紧接着搓着我的手腕 可上面大片大片的淤青 全是扎针留下 小池 你是不是冷 你跟我说句话好不好 他脸颊贴着我的额头 还是那骨子 清裂干净的气味 却让我觉得好遥远 远得像是上辈子的事情 这些年 他留给我的气味 大都是凉瓶霜身上的香味 坐在车里 他跟我一起赏雪 下巴妈撒着我的头发 车厢中很安静 温暖 风雪被隔绝在外 我与他一起看雪 他的声音如序 很轻地飘在我耳边 小池 你还记得那年我为什么不解释我跟你的事情吗 我应该告诉你的 这么多年 我分明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告诉你的 雪是变大了 小池在那边冷不冷 没关系 我很快就要见到小池了 毕竟这是小池的最后一项心愿 永远跟妈妈在一起 眼皮上像是凝结了一层霜 我合上眼眸 原来人在最终失去的是听觉 灵魂像是脱离了身体 可陪眼里的话还在继续 小池 如果不是爸爸告诉我他要娶你妈妈 如果不是他让我把你当作妹妹 我们不该是这样的结局 你说 是不是 小池 小池 你很冷吗 小池 你等等我 我不等了他 我要离他远远的 下辈子 下下辈子 都不要再见到这个人 声音变得好远好远 好像有哭声 有人在叫我 光变得很微弱了 在我的视线中 扩大 又缩小 我很累 眼皮很沉 抬不起手 想要抱一抱小池 捕捉到的却是一团影子 我一直追一直追 哭喊着 奔跑着 一直走到尽头 大汉淋漓 气喘吁吁 终于看到了小池 他怀里抱着雪白的圆圆 妈妈你来了 这一次 我终于抓住了小池的手 我终于抓住了小池体